第161章此证解法,如何? 很快,长竹也舒展开眉头,显然也已经有了解法。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解开证法的大概也就是三五个人。 其他的全都是一筹莫展,袁云新将众人上交的解法都看了一遍。 基本上都算合格,其中潘英的解法算是最为便捷的,因此袁云新也不禁多看了潘英两眼。 潘英知道这名少女便是文明侠尔的那位正法天才少女,不禁自得的一笑。 然后他便看到了远处正在眉头紧锁的宋义,不由得黑黑一阵冷笑,然后兴不走了过去。 师父大人,可是被这阵题难住了吗? 宋义的脸色越发的难看起来,长笑笑也凑了过来,故意说道,潘师叔,您好厉害啊,那么快就解出阵题了。 潘英哈哈一笑,这东西岂能难得到我。 只是有些人年岁大了,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才解不开,我劝这些人还是赶紧回家抱孙子去吧。 宋义脸色铁青,可正题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他也没办法还击。 袁云新在远处看着,也不禁轻轻摇了摇头。 宋义的名气他也知道,但名气大不代表能力强,这阵题需要的是对阵法和风水之术有极强的理解。 就在这时,血安淡淡一笑,师父,你怎么了? 这阵题您不是平时都当普通作业让我做吗? 有什么难的,这话出口,潘英和长啸啸不禁吃啸出声。 普通作业,真是笑话,这样的题估计你都看不明白吧,毕竟连你老师都一筹莫展。 长啸啸讥道,血安淡淡地瞥了长啸啸一眼,这个少女的笑容不禁僵住了。 因为血安的眼神简直太冷了,似乎将灵魂都冻僵了一样,而后血安拿起笔来,刷刷几下,便写完了。 潘英不以为然地一铁嘴,这就完了,你该不会就写了个解吧? 哈哈,血安没理会,而是将子弟到宋义面前。 宋义一看,浑身便是一阵,然后眼神大亮。 这个阵题最难得其实就是思维上的转变,只要有了思路,剩下的也就简单了。 因此宋义也运笔如飞,很快地就将答案写完了。 袁云兴也听到了争执,不禁缓步走了过来。 他开始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跟潘英想的一样。 这样的阵题,无论如何去解,都得需要横掌的一个步骤。 而血安只是刷刷几下,怎么可能写完? 可等他的视线落到血安的纸上后,不禁就是一愣。 见到袁云兴愣住,潘英和长啸啸等人不禁有些不明所以。 这是怎么了? 这个袁家的天才少女怎么好像痴呆了一样? 只有血安淡淡一笑,此阵解法,如何? 袁云兴浑身一阵,这才从万分惊恶中清醒过来,然后心里好似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般。 因为血安在正题上只是轻描淡写地标示出了几个地方,然后写上了破解方法。 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解法,却好像在袁云兴面前推开了一扇门似的,让他豁然开朗。 原来这正题还可以这么解,自己以前怎么那么笨,居然没有想到呢。 而后他又赶紧看了看宋毅的答案,相比起血安那简洁明了的解法,宋毅的解法就显得臃肿复杂得多。 明锐风此刻也走了过来,云兴未美,怎么了? 袁云兴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没事,只是觉得这位先生的解法十分有创意,意识有些震惊罢了。 此话让潘英和长孝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怎么可能,他居然真的解出来了,而后袁云兴十分恭敬地冲学安和宋毅一鞠躬。 宋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教导出来的弟子也是精彩绝艳, 云兴佩服。 这一下,全场震动,袁云兴可是近年来风水术法界乃至五道界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 而且不是以修为出名,而是以其广袤博杂的学士, 以及精湛缜密的政法推理扬明天下, 甚至令众多成名已久的前辈高人都自叹俘虏。 这也是名家不惜跟袁家合作也要将袁云兴请来的缘故。 宋毅心中有些羞愧,因为他很清楚,若不是薛先生出手,自己根本不可能解得开这个正题。 但薛安却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不必客气,你对政法能有如此研究,也算难能可贵了,这个就当送你的礼物吧。 薛安这般淡然而高高在上的语气,让明锐风微微一皱眉。 很多人也不禁觉得薛安太过傲慢,但袁云兴却十分致诚地说道,多谢。 只有袁云兴清楚,薛安送他的这份礼物有多大,甚至可以说是给了他无限的发展可能, 贪因面色铁青,在他看来,薛安能如此厉害,肯定是宋毅将自己压箱底的决意传授给了他。 一想到这里,潘英就不禁火冒三丈,哼,早晚我的让你知道知道厉害, 潘英心里想着,晚宴结束,没有解开正题的人全都长嘘短叹地散去了。 薛安等寥寥几人没有离开,而是被明锐风引到了内市之中。 过了片刻,明仓还走了进来,他显然很高兴,先说了些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 众位都是风水促术中的绝顶高手,对刚刚那阵题可有什么看法? 众人面面相许,潘英第一个说道,很难,明沧海点点头,还有呢? 众人一阵迟疑,只有薛安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自己的手指,同时淡淡道, 这阵题应该是脱胎自先阵吧?声音不大,却好似识破天津一般, 众人纷纷悚然,只有名沧海府长大笑,果然不愧是宋先生的高徒, 没错,这便是仙人遗藏的阵法。 仙人遗藏,这个名字让在场众人满脸的疑惑,只有长竹为之一阵, 师生惊叫道,莫非传说是真的吗? 袁云星这时候淡淡道,没错,传说便是真的,这仙人遗藏确实存在, 而且现在就存在于海港湘江。 雾里一片死急,仙人遗藏,可见这乃是某个仙人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仙人啊,世间已经多久没有出现过仙人的踪迹了, 甚至连长生都少见了,很多人的眼睛渐渐红了,若是能夺得一件仙人宝物, 岂不是一步登天,第162章先隔一城,神通自生。 明沧海这时候神色肃然道,此次我邀请全天下的风水高手过来, 便是为了这仙人遗藏。 诸位既然能破解的开阵题,便说明有希望将这仙人遗藏的阵法解开。 而且,我明沧海承诺,待阵法解开后,仙人遗藏中的宝物,我们明家和诸位平分。 明沧海肃然道,此话让很多人嘀嘀地惊呼一声,潘英第一个拍桌子道, 好,明家主既然如此说,那我潘英愿意出手相助。 长主也迫不及待地说道,还有我齐周长家? 还有我,我也去。 众人纷纷赞成,最终只有薛安和宋义还没有表态,众人的目光不禁看向了他们两个, 而袁云兴更是用热切的目光看着薛安。 在他看来,这些人其实都没有薛安来得重要。 此人对阵法的理解可谓独步天下,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敢问宋先生师徒,可愿加入。 明沧海问道,而宋义却将目光看向了薛安。 在全场众人的注视下,薛安似笑非笑地抬起头,轻声道,好啊,那我就见识见识,这仙人遗藏到底有多厉害吧? 那好,那我们便在三日之后,破解仙人遗藏。 明沧海说着举起杯来,众人纷纷举杯硬盒,等众人全都散去后, 袁云兴也迫不及待地回屋去研究薛安给他提供的新思路了。 明瑞峰上前道,父亲,宋义这对师徒,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 明沧海唯唯一笑,当然不对劲,那我们,呵呵,面对仙人遗藏这样的至宝, 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小心思,这很正常,而且宋义这个徒弟不是带着家眷的吗? 将其安排到山脚下的酒店之中,好生款待,但要派人严密盯防着。 是,若是你大伯在的话,根本不用如此费事,可惜不知道他去哪里游荡了。 明沧海叹了口气道,明瑞峰知道自己父亲所说之人便是明家之中, 对于正法和风水钻研最深的那位明远。 不过,只要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心之中,这些人遗藏还不是照样唾手渴的麻。 明沧海脸上流露出一丝天下静在棘手的得意。 众人现在都算是明家的贵宾,待遇和之前自然又有不同,有专人服侍的。 而一名彬彬有礼的女子上前对薛安说道,薛先生,您带着家眷,在此居住多有不便,山下的酒店也是明家产业,条件很好,请您夫人和孩子到那里居住吧。 薛安不置可否,而是看向了安妍,安妍也不愿意在这里带着,便点头道,好。 薛安便跟着安妍一起回到了酒店,等他们母女去洗澡的时候,薛安闭上眼,开始以神念探查周围。 除了意料之中的丁梢之人外,没有其他的危险。 薛安还是觉得不太放心,手指轻滑眉心,一滴金色的鲜血便流了出来,这乃是薛安的本源之力,珍贵异常。 而后薛安神色肃然,隔空写出三道九天护身符,然后一挥手。 这三道神符全都附在安妍和两个女儿的神魂之上。 如此一来,除非此刻真仙将士,否则无人可以伤害得了他们母女。 其实薛安本来已经给这母女三人加持了众多霸道至极的护身正法。 但对于的老婆和女儿,在安全薛安也是不嫌多的。 做完这一切后,薛安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山上的明家府邸,神情漠然。 他在明家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地用神念探查过,可却没有查到一丝关于安晴的踪迹。 不过薛安现在可以断定,安晴肯定是被明家关押起来了。 屏蔽神念的宝物有很多,这也不稀奇。 只要知道安晴平安,那么就好办,倒是这个仙人遗藏,让薛安来了些兴致。 当然不是因为这所谓的仙人有多厉害,在薛安看来,这个仙镇的建立者最多也就是半部惊仙的修为。 不过若是一入惊仙,就代表着开始仙格建成。 到时候若是能获得一枚哪怕是残缺的仙格,对自己老婆的封印也会有帮助。 所谓仙格,其实就类似于神格,但威力却要强盛得多。 只有拥有了仙格,才算是真正地成为了一名仙人。 但这成仙之难,简直是凡人难以想象的。 修行一道,能突破真人,逍遥,天人,最终成就散仙者本就不多。 而进入长生后的修者更是寥寥无几,就在这些人中,真正能踏出那一步,开始凝聚仙格者,万中无一。 这也被称为仙凡之间最深的一道天谦。 同时仙格凝聚的好坏,也关系到后面境界的高低。 环于广咒之中,仙格五花八门,有最普通的五行仙格,也有那只在传说中出现的仙天仪器混沌仙格等至尊至贵之仙格。 但这些凝聚上品乃至神品仙格的功法,都是宇宙之中各大修仙门派的最高机密。 上一世,薛安就是只凝聚了一枚最普通的五行仙格,这也让他后面走了很多的弯路。 而且仙格凝聚得好,所生神通也会更厉害。 这也就是仙界俗称的,仙格一成,神通自生。 且看看,你们这名家还有什么手段吧? 却黯淡淡地想到,而在这个时候,很多的神秘男子开始出现在了海港湘江, 这些人看上去都是普通人的模样,很快便消失在了湘江的茫茫人海之中。 还有很多带着强悍气势的高手,也纷纷入境。 在湘江的一栋高楼顶端,花摆着神情冷漠地看着脚下的云云众生。 花师妹,站得那么靠边,小心掉下去哦。 一个娘们急急的男子从高楼水箱后的黑影中慢慢浮现出来。 花摆着面色不悲不喜,采虚昆,若是再敢废话,我现在便先杀了你。 呦,花师妹,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啊。 嘖嘖,小心驾不出去哦,一道锋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采虚昆的脖后,差点就直接削断了他的脖子。 花摆着,你他妈来真的啊,采虚昆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你说呢,莫非你以为我跟你打篮球一样,是来搞笑的吗? 花摆着冷声道,采虚昆咬了咬牙,但却不敢吭声了。 而后花摆着凝视着远方,淡然道,居然没有探查出你的任何气息来,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呢? 一剑斩杀于原衣,涂灭望月的满门的,薛安。 第163章 乾坤借法老是不还,现在乾坤不借了。 潘师叔不要这样,听话,回头师叔教你高深的风水秘术。 过了两分钟,潘因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长啸啸则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服,脸蛋红红地跟在后面。 潘师叔,你说要叫给我风水秘术,可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论本事,你师父都不如我呢。 潘因嘿嘿笑道,嗯嗯,多谢潘师叔,长啸啸十分高兴,又过了十几分钟,长竹才从外面回来。 打探得如何了,潘因笑道,长竹摇了摇头,我刚刚问过这里的朋友了,最近海港湘江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异样。 潘因叹了口气,明家在此经营上百年,早就如同邦铁底一般,就算有什么异样,也不会被外人所知道的。 而后潘因沉声道,这次乃是一个莫大的机缘,我们可以结为同盟,到时候便于行事。 大善,长竹欣然点头,潘因的话正合长竹心意,毕竟自己一个人是丹利姑,这个潘因本是比自己都要厉害,若是联合起来,对自己好处多多。 而且你不是一直很想要那个海妖血猪麻,到时候破阵的时候,我们可以暗中下点手脚,反正破仙人遗藏,死个人不是很正常麻。 潘因面色英质地说道,那,好吧,长竹半推半就地说道,潘因冲长啸啸使了个眼色,然后便回自己的房间了。 屋中就剩下两人后,长竹审声道,怎样? 套出话了吗? 长啸啸绝着嘴郁闷道,这个家伙不见兔子不撒鹰,但是本事又不怎么样,弄得人家不上不下的,真是讨厌。 不过他也说了,以后会叫给我风水秘术。 长竹点点头,记得炸出这个人的所有底细来。 明白,其他的几个风水大师也都各怀心思,各种结盟,反目的小手段都在暗中上演。 三天的时间就这样在众人的各怀鬼胎中度过去了。 等到了这一天,众人早早地便集合到明家。 明锐锋率领着明家一众精锐手下早就在恭候了。 薛安来得算是最晚的一个,很多人都已经等着交集了,薛安才姗姗来道。 明锐锋没有说什么,一挥手,大家上车。 目的地在很偏远的地方,需要走半天的时间,众人上了一辆大巴车,袁云新坐到了薛安的旁边。 车辆启动后,很多人开始兴奋地讨论接下来的是,只有薛安,面色平静地看向窗外, 先生,到现在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 袁云新忍不住问道,薛安转过头来看着这的相貌平凡的女子,片刻后又转头看向窗外,我姓薛。 不,薛先生,我叫袁云新,是继北原家的人。 交个朋友吧,袁云新伸出手来想和薛安握手,薛安嘴角浮现出一抹似有似有的笑意。 我知道,闻名侠耳的天才少女麻,不过不好意思,我不喜欢交朋友。 这话惹得旁边众人纷纷侧目,很多人不满于薛安对袁云新那冷冰冰的态度, 看薛安的眼神都变得不那么友善起来。 袁云新倒是很自然,唯唯一笑便收回了手。 我只是敬佩薛先生对于政法的理解,并无其他的意思。 薛安唯唯一笑,不再说话了,其实薛安心里是在想,若是你知道我便是杀了你大哥的那个人,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 大巴开到了海边,然后众人换乘了轮船,又航行了两个多小时后。 明锐风站于船头,审声道,前面便是了,众多政法大师不惊一愣,这仙人遗藏居然在海上,果然,就见在前面一片广袤无垠的海面上,孤零零地矗立着几块礁石。 海浪击打在黑铁色的礁石上,泛起白色的泡沫。 这里的风浪也大了很多,这里并非航线,也没有什么渔群,平时根本没有船会到这样的地方来。 而薛安则宁神看向远处,就见在海风之中,这片海域却显得很怪异,好像光线都扭曲了一样。 与此同时,明锐风掏出手枪对准前面的海域连开促枪。 砰砰砰,几声枪响过后,前面的海域突然现出了一片光雾,子弹打在上面,全部反弹入海。 众人一阵滴滴地惊呼,这大阵我们测算过了,方圆在五里地左右, 枪炮都不能破开,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明锐风说道,好,有人轻贺一声,然后像是怕别人抢先了一样,迫不及待地掏出几根小旗子,往前一扔。 天地无极,乾坤戒法,轰,一阵巨响之后,这些旗子在空中陡然变大, 而后分别奔向那几块礁石。 这一手引得很多人为之喝彩。 好,胡大师的手段果然不同凡,想自还没说出口,就见半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蓝色的光刃, 横空闪过后,那些旗子便齐齐折断。 圆云兴这时候冷恒一声道,蠢货,若是这阵法那么容易破,还能得到你。 而薛安则唯唯一笑,对宋义说道,知道他为什么拜了麻。 宋义摇了摇头,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向乾坤戒法,戒了又不还,所以现在乾坤不肯戒了。 薛安的话让圆云兴哭笑不得,这个人的脑回路怎么这么奇葩,这个时候了, 还有心情说笑,可刚要说什么,只见那位胡大师浑身一颤,而后一团绿光从他脚底升起。 啊啊啊啊,惨叫声中,这位胡大师眨眼间变化为白骨。 此事栽倒在地,这等惨烈的手段,让在场众人全都齐齐色变。 这时候人们才想起,这可是仙人所留的阵法,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破开呢? 圆云兴这时候审声道,这仙人遗藏凶险异常,大家听我号令,不可再擅自行动,现在我们要先对付那块礁石。 出着圆云兴一直最东面的礁石。 片刻之后,大家动用各自的手段一起对付这块礁石,只有破了它,才有望打开仙人遗藏。 圆云兴的面色很严肃,众人点头,三二一,动手。 圆云兴一声令下,很多人便动用了各自的法器,习习朝着那礁石轰去。 唯独薛安抱着胳膊,静静地看着。 明锐风一皱眉,高声鹤问,你怎么不动手? 薛安转头看了他一眼,淡淡一笑,因为这个真眼,是个假的啊。 第164张万镇皱一,薛安的话阴刚落,就见东方那块礁石陡然增大了何止百倍。 就好像海面之上突然升起了一根巨柱一般,直入云端。 至于那些攻击,在这巨石面前便如泥牛入海,连个浪花都没击起来。 圆云兴面色大变,失声惊呼,怎么可能? 这阵眼他推演过无数次了,怎么会突然变了呢? 众人也全都傻了眼,而就在这时,这顶天立地的巨石之上渐渐浮现出一行金色大刺。 先王府邸,擅长者死,随着这行字的出现,有人颤声道,你们看,这船。 众人低头一看,就发现这偌大的海船渐渐飘离了海面。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感觉到一股距离袭来,压得众人全都匍匐在地,甚至只能勉强抬起头来。 而且整艘船也在这恐怖的压力下搁之作响,那是金属被巨大的压力所破坏的声音。 这等声势,让所有人都为之心惊。 圆云兴更是满脸的绝望之色,他终于明白,一切人力在这等强横的力量面前,都是徒劳的。 所有的机关算计,就跟笑话一样,潘英更是被吓得哭起来,我不要死啊,都怪你们明家,都怪你们。 啊啊啊啊,众人全都神色惨然,就在这时,一个淡然的声音自船头传来。 区区半步惊仙,也敢妄称兴亡,所有人奋力抬起头来看去。 就见薛安站在船头之上,衣衫被海风吹得烈烈作响,一双眼眸深邃如这汪洋大海。 圆云兴等人不禁一愣,他要干什么,就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中,薛安轻贺一声。 给我献,那块顶天立地的巨石上陡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金色符传。 空中也浮现出了无数的剑芒锋刃,并同时调转方向,对准了薛安。 这震撼的一幕,让圆云兴等人都看傻了。 可薛安却唯唯一笑,原来是一个逆武行先天大阵,以你半步惊鲜的修为,能布置此阵,也算不易了。 可对我来说,还是不够,那些剑芒锋刃似乎能听懂薛安的话,往后缩了缩,而后便遮天蔽日般俯冲下来。 圆云兴绝望地闭上眼,在他看来,薛安死定了。 潘因和长竹两人却互相看了看,心中都有些幸灾乐祸。 就在这时,一个淡然而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 近日便让你等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仙家法阵。 说吧,薛安双手结出一个复杂而悬傲的手印,同时轻贺一声。 万阵,龟一,轰,那些已经冲到薛安境前的剑芒锋刃全都一致,而后渐渐变得透明,最终重归于虚无。 那块顶天立地的巨石上金色的浮转猛然亮了一下,而后便彻底暗淡下去,巨石内部更是发出一阵歌之声响,而后便轰然破碎开来。 啪,笼罩海面的蓝色光幕如肥皂泡一样,消失了。 众人只觉得浑身一清,那巨大的压力也随之消失。 船也重新落回海面,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呆呆地看着前方。 就见之前空荡荡的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座玲珑剔透的小岛。 只是这小岛方圆也不过一里地大小,岛中央则是一个高高耸立的宫殿。 这,这就是仙人遗藏吗? 圆云心喃喃自语,明锐风则看着薛安的背影,目光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薛安一步跨出,凌空踏步走向海岛,潘英如梦方醒,快,快靠岸。 众人也醒悟过来,虽然这阵是薛安所迫,但都到了门前了,怎么能不进去看看? 因此众人厚着脸皮跟在后面靠岸了。 此刻,薛安走到岛中央,抬头看向这座富丽堂皇。 却毫无人气的宫殿。 宫殿上面用古传题写着三个字,小鹏来,薛安唯唯一笑,然后迈步走了进去。 他刚进去,明锐风潘英等人也赶到了。 这小岛之上唯一的建筑就是这座宫殿了,可想而知,仙人宝物肯定都在里面。 想到这,明锐风等人的眼睛都红了。 一名风水大师即不可耐地上前一步,就打算冲进去。 可他这一步之后,周围的环境就变了。 似乎一下子置身于蟒荒丛林之中,身边的人也全都消失了。 此人脸色大变,这怎么回事? 莫非是幻境,正在这位风水大师惊疑不定的时候,一阵巨大的吼叫从背后传来,此人转头一看,就见一头足有上百米高的巨兽正用一双眼睛看着自己。 这胃吓得差点尿了,转身想跑,可他连一步都没迈出去,这巨兽便张开血盆大口,一嘴便将这位可怜的风水大师给吃掉了。 而在袁云星等人看来,则是此人站在原地,突然满脸的惊恐之色,而后变化为了血肉模糊的肉块,惨死当场。 这一幕让所有人为之色变,袁云星更是惊呼,是幻境,大家小心,可他一句话刚出口,自己身边的一切也都消失了。 就在外面众人被幻境所困的时候,缺安站在宫殿之中,这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其余的摆设,唯独就是盘坐于正中间蒲团之上的一团白骨。 缺安走上前去,就见白骨面前有以血血下的字。 修仙千余载,世人献我逍遥,却不知这天地如牢笼,令我不得存尽。 今日我便入死关,若不能破开境界,此处便留于有缘人。 最后是探,探,探,三葛大四,缺安看着这句已经死去不知多久的白骨,略有些感叹。 修仙意图,一旦踏入便没有回头之路,唯有勇猛精进向前突破,否则一旦被境界所困,葛中滋味简直比死还难受。 这个半部精仙最终能以死明治,也可算是个真正的修道者了。 缺安手掌清晖,这白骨便化为了尘土,飘然散去,尘归尘土归土,希望你已再入轮回重修仙道。 缺安感叹了一生,然后俯身将地上的一本书一柄剑捡起。 书籍上写着一行字,正法真解,怪不得此人能以半部精仙的修为布下逆武行先天大正,原来是专修正法的修道者啊。 这柄剑似乎被千年的光阴所侵蚀,显得灰扑扑的。 缺安性手一抹,剑身变现出光滑来,剑柄上写着两个谷体转字,流光,缺安一笑,这次仙人遗藏,也算没白来了。 可惜这个家伙兵解的时间太长了,肉身什么的都已腐朽,不然能拿到些残破的心得也是好的。 缺安拿起这些东西后,这富丽堂皇的宫殿迅速衰败下去,转瞬间变残破不堪了。 缺安转身看向来实录,嘴角浮现出一丝轻笑,全都被困换进了吗? 也好,正好把之前的账收一收,第165章幻境众生像,长竹长啸啸师徒二人看着眼前这无数条五彩斑斓的毒蛇,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这幻境便是针对每个人心底最害怕的东西而幻化的。 师,师父,您不是说这是幻境吗?怎么这些蛇好像都是真的啊? 长啸啸都要哭了,长竹此刻面色阴沉,突然一推长啸啸。 长啸啸惨叫一声,被这些毒蛇包围了。 他哭叫着喊道,师父,快救我。 长竹不畏所动,他想试试这毒蛇吃到东西后,会不会将自己放出去。 可结果显然让他失望了,这些毒蛇转瞬间便将长啸啸吃喂了白骨,幻境却依然没有散去。 而就在这时,一声轻叹传来,叫你十几年师父,到头来居然落得被万蛇试咬,你也算狠毒了。 长竹心中大惊,转头看去,就见薛安自群蛇之中漫步而来。 所过之处,群蛇纷纷躲避,并且全都匍匐在地,似乎在对其顶礼膜拜一般。 长竹心中惊悔,脸上则现出极为谄媚的笑容来。 却,薛先生,您果然修为通神,长竹佩服,当日在机场之上,是我徒人多有的罪,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求您救我出去。 薛安静静地听着,直到长竹说完后,才唯唯一挑眉毛,说完了。 长竹心里直冒含戏,颤声道,薛先生,我,我可是其周常家的人,您,后面的话没说出口。 因为薛安随手一挥,这位长竹的脑袋便轰然炸裂开来。 一直到死,长竹都没想到薛安居然会突然出手,所以残破的脸上还带着一丝惊恶。 此事栽倒在地,薛安淡淡道,总是提什么其周常家,很烦人的知不知道。 说吧,薛安的身形渐渐消失,潘因和宋义也在同一个幻境之中。 他们所面对的,则是无数刀尖耸立的刀山。 二人站于刀山之上的一小块石头上,石头也在逐渐缩小。 潘因面色阴沉,沐声道,宋义,你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将所有的能耐都传授给那个薛安了? 宋义此刻冷笑道,潘因,知道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只是个逍遥麻? 因为你简直就是个傻逼,却先生只是借用了一下名分罢了,他何等人物,怎么会是我徒弟? 潘因一阵,想起薛安一手破掉仙阵的画面来。 宋义冷冷地说道,你们所有人都搞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该和薛先生作对的。 因为老夫从未见过有和薛先生作对还能活着的。 潘因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起来,最终满脸愿毒地看着宋义。 少吹大气,我也不是吓大的,就算我要死,你也得死在我前面。 说着潘因猛地一拳击出,宋义一侧身,可脚下的石头滑溜异常,差一点就掉落下去了。 潘因凝笑着连连动手,宋义也是显向还生。 可就在这时,薛安渐渐浮现出来,宋义大喜,薛先生,潘因脸色一白,薛安淡淡一笑,宋义,你这个徒弟收得可真是不错啊。 气势灭祖完得很咸手麻,宋义苦笑,而后薛安道,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清理门户吧。 说着薛安轻轻一指,宋义就觉得自己浑身好像有了使不完的力气,气势更是陡然暴涨,与此相对的,潘因的气势则渐渐萎靡下来。 潘因脸色大变,目吼道,你,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宋义冷笑道,当初我见你可怜,而且有几分天赋,这才收你为徒,没想到你狼子野心,居然其师灭祖,现在信得薛先生相助。 我宋义,要亲手清理门户了。 说吧,宋义一掌挥出,潘因被打翻在地,差一点就掉下刀衫了。 潘因彻底崩溃了,哭喊着跪爬在地,师父,师父饶命啊。 师父,我鬼迷心窍,求您放过我这一次吧。 宋义脸色漠然,天饶你,我也不饶。 出着一脚便将惨叫着的潘因踢下刀衫。 扑扑扑,潘因惨忽连连,从刀衫上面一路滚落下去。 等到了下面,已经成了肉泥,与此同时,幻境消散,又回到了小岛之上。 宋义长出一口气,恭恭敬敬地冲薛安跪下。 薛先生,经蒙你大恩相助,我宋义发誓,从此之后,便为薛先生全马。 薛安一笑,顺手将手中的正法针解扔了过去。 这玩意我用不到,但正好适合你,你自己修炼吧。 宋义接过来一看,浑身便是一阵,这,这是,薛安点点头,这就是仙人遗藏。 宋义眼泪夺眶而出,突然一伸手,咬破中指,在自己额头上写出一个符传,然后朗声道。 弟子宋义,愿终生侍奉薛先生,若有二星,神魂俱灭。 这是宋义发下的一个鬼神盟事,薛安对此只是一笑,然后转身进入了明瑞峰和袁云新的幻境。 这两人面对的乃是杀生震天的战场。 此刻明瑞峰浑身已经伤痕累累,袁云新也是满身的血迹。 袁云新,你不是说这是幻境吗?可为什么却如此的真实? 明瑞峰奋力将一名士兵砍死,怒吼道,袁云新满脸的绝望之色,尸魂落魄道,没用的,这是仙人幻境。 被困进来后,除非死或者找到出去的办法,否则是无法破解的。 不,我不要死,都怪你这个混蛋,你不是号称天才少女吗?你给我破解开啊。 明瑞峰歇斯底里的大喊道,突然,战场的一切停止了。 明瑞峰一愣,抬头看去,就见薛安慢慢走来。 袁云新脸上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你怎么会?薛安一笑,轻轻一挥手,这些士兵便烟消云散了。 这等幻境,还难不倒我,而后看向明瑞峰,明家大嫂居然也会怕死吗? 明瑞峰面色殷勤不定,你,你到底是谁? 现在他已经明白过来,薛安绝对不是宋义的徒弟。 薛安淡淡一笑,我说过,我姓薛,我叫薛安。 薛安,明瑞峰一皱眉,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而这时,袁云新则产生道,你,你居然是薛安。 杀死我大哥的薛安,薛安点了点头,明瑞峰就觉得脑袋轰得一下,然后一片空白。 原来是他,那个一见灭见仙,涂灭望月跟满门的薛安。 明瑞峰浑身都在颤抖,袁云新则满脸的悲愤和绝望,薛安这时候冲着明瑞峰一笑, 明大少爷,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安晴的姐夫。 安晴,明瑞峰突然响起,被自己所俘虏的那些军方人员中,有一个女子就叫安晴。 她满脸的惊恶,薛安摇头叹气,而且你们家那位明媛,也是我杀的。 薛安顿了顿,森然一笑,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明家也将不复存在了。 第166章妈妈,你好笨哦。 明瑞峰浑身一颤,然后做出了一个令元云新错愕不已的动作。 就见明瑞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薛先生,这些事都是我做的,明杀了我,放过明家吧。 说完,明瑞峰一脸稀奇地看着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你们明家在破阵之后准备杀光所有知情人时,有没有想过放过谁呢? 这话一出,明瑞峰的脸色彻底变得惨白。 咦,你怎么,我怎么知道是吧? 薛安顿了顿,然后说道,我还知道,你们似乎想对我的家人不利,打算拿这个来做要挟,我说的对吗? 明大嫂,明瑞峰惨叫一声,因为一团火焰已经悄然从他的脚心燃起。 而且不同于那些快速的燃烧,这火焰是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在吞噬着明瑞峰。 明瑞峰就感觉似乎有人在用金针筒自己的骨髓一样,痛彻心扉。 杀了我,快杀了我,明瑞峰痛不可忍,怒吼道,薛安微笑着看着,然后对已经吓傻的圆云星道,很美,不是麻。 圆云星星中满是金句,薛安,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 明瑞峰怒吼,薛安一笑,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做鬼吗? 火势陡然增大,明瑞峰在这火焰下稍微了乌有。 神魂俱灭,薛安转头看向圆云星,圆云星这时候居然平静下来,轻声道,临死前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 可以,薛安点点头,为什么杀我大哥,因为看着不顺眼? 薛安淡淡道,看着不顺眼,这是什么解释? 圆云星有些哭笑不得,实际上薛安是根本不屑于去解释任何事。 那,你的正法到底是从何学来,为何会知道先正的破解之法? 薛安一笑,如果我要说,是我自学的,你信吗? 圆云星咬了咬嘴唇,然后点点头,我信。 从小我便被人称为正法天才,可我很讨厌这个称呼,因为他们都看不到我在背后的努力,但你,确实是天才。 说罢圆云星闭上眼,动手吧,薛安看着这个相貌平凡的女子,忽然笑了,然后一挥手。 幻境散去,圆云星缓缓睁开眼,满脸的惊恶。 突然改变主意了,像你这么纯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再杀了,这时间就越发的无序了。 薛安说罢,抓起地上的颂意,整个人一纵,便消失在了海面之上。 圆云星呆呆地看着薛安远去的背影,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此刻,在湘江、明家的那座酒店之中,安颜和自己的两个女儿正在猜谜谜语。 妈妈,你听过大猪说有小猪说没有的谜语吗? 却想笑嘻嘻地问道,安颜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然后问薛念。 念念,你听过吗?薛念摇了摇头,十分认真的说道,没有。 哈哈哈哈,薛想笑得眼睛都弯了,安颜也是一脸的笑意,你们笑什么啊? 薛念有些不明白,你啊,真是个大傻瓜,我说大猪说有,小猪说没有,结果你说了没有,那不就是小猪了吗? 薛想解释道,薛念这才明白过来,然后有些委屈地说道,妈妈,姐姐又欺负我。 姐,这叫欺负你吗?是你自己奔好不好?薛想冲着薛念做了个鬼脸,薛念气的小包子脸都皱起来了,姐姐,那我也给你出一个题。 好啊,随便来,薛想信心十足,嗯,嗯,薛念的小脸都憋红了,最后才说道,归兔赛跑,助当裁判,请问谁赢了? 薛想刚想说话,突然眨了眨大大的眼睛,冲安妍道,妈妈,这个题我不会。 安妍也是冥思苦想了好一会,才说道,应该,是乌龟赢了吧,毕竟龟兔赛跑麻。 那妈妈就是猪,为什么,安妍诧意道,因为谁赢了只有裁判之道啊,薛念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薛想则插着腰,恨铁不成钢的叹气道,妈妈,你好笨哦。 安妍哭笑不得,好吧,是妈妈笨,然后安妍站起身来,有些担心地看着外面的天色。 也不知道老公现在怎么样了,虽然薛安说得很轻松,可安妍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花柏哲和彩虚昆站在酒店远处的一栋高楼之上,薛安和明家的人都出海去了,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不如我们现在去把薛安的老婆和孩子抓起来吧,到时候她回来了,就用这些家人逼迫她就范。 彩虚昆舔着嘴唇,阴毒地说道,花柏折摇了摇头,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干这种事。 彩虚昆冷恒了一声,去就去,说罢彩虚昆整个人又消失在了阴影之中,这是她的天赋能力,可以在阴影之中前行。 很快,彩虚昆就出现在明家酒店的角落之中,然后顺着外墙爬到了安妍所住的房间外。 这时候安妍就站在窗户前,彩虚昆看着安妍,有些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这个女人长得真漂亮啊,而安妍也看到了彩虚昆,刚刚一愣。 彩虚昆一用力,这钢化玻璃便碎裂开来。 然后彩虚昆自觉自己很优雅地走了进来,看着一脸惊恶的安妍和那两个小姑娘,微微一笑道,美丽的女士们,很抱歉,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我的了。 安妍从惊恶中心醒过来,你要干什么,怪就怪你的老公太过嚣张了,现在有人花一个亿要他的脑袋,所以彩虚昆宁笑着伸出手来想碰安妍。 可守刚到中途,一团浩然金光从安妍身上闪过。 气势之惊人,甚至让整栋酒店未知震战。 而彩虚昆则被这一团金光直接击飞出去。 砰砰砰,墙壁被他接连撞毁,一直将一整层的酒店墙壁都给击穿后,于是依然未消,又将彩虚昆直接轰到了远处的小山之上。 轰,彩虚昆被直接轰进了山体内部,这才算堪堪停住,而后彩虚昆才扑地吐出一大口的鲜血。 鲜血之中还混杂着内脏的碎片,这一击便让彩虚昆浑身骨节尽碎。 若不是彩虚昆用自己的天赋能力将大部分威力转移给了阴影,现在他已经化为积粉了。 彩虚昆脸上献出惊骇欲绝的神色,而在远处看着的花摆者也不禁勃然色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只看到了一团金光闪过,然后一股浩然不可遇的气势陡然间充斥了整个天地。 虽然转瞬即逝,却让花摆者浑身都在颤抖。 那气势简直太过可怕了,不行,看来计划是要变动,花摆者想着,整个人也消失在了原地。 他刚走,缺安便带着宋义出现在了酒店上方。 看着下面被摧毁的酒店,缺安一扬眉,满脸的杀气。 居然真有人敢对自己家人动手,缺安怒了,足以焚天的怒火之下,整个湘江,似乎都在微微站立。 第167章借满城花草一用,明沧还皱了皱眉,他刚刚突然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心迹。 怎么回事,莫非是瑞峰出世了,明沧还正在惊疑不定,突然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气势自山脚下冲天而起。 明沧还满脸愕然,浑身都在这惊天气势下微微颤抖。 是谁,居然会有如此惊人的气势,而此刻,薛安回到屋内,安言一见到是自己的老公回来了,不禁如是重负。 缺响和薛念更是涌了过来,爸爸,刚刚有个坏蛋叔叔来着,缺响说道,缺安一笑,揉了揉两个小姑娘的脑袋。 爸爸知道了,爸爸一定将坏人都给赶跑。 嗯嗯,安言这时候惊魂未定地走上前来,老公,薛安点了点头,言人别怕,有我在,无人敢对你们怎样。 宋义,在,已在此守着他们母女,我现在去明家,救安晴,说着薛安起身一纵,便离开了酒店,直奔明家而来。 明沧还这时也察觉出不对劲,立即召集了明家所有的高手,其聚在前院之中。 一道流光闪过,薛安出现在明家上方,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的明家众人。 明沧还面色凝重地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敢问先生,这是何意?薛安面色淡然,并未回答明沧海的话,而是反问了一句,你们明家在这湘江待了多少年了? 一百一十二年,明沧还傲然道,薛安露出两颗虎牙,森然一笑,那今日,就是你们明家的覆灭之日。 明沧还被薛安的话激怒了,冷声道,先生修为通神,可你要知道,我们明家在湘江这么多年, 可不是随便就能被人欺负的。 薛安点点头,唯唯一笑,我没说要欺负你们。 我是说,杀光你们,话音落地,薛安一步跨出,冷然喝道。 动天地,一声令下,地动山摇,整个明家府邸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般,剧烈地摇晃起来。 很多人摔倒在地,而明沧海则怒吓一声,风水秘术,玄武,喜。 轰,明家苦心经营一百一十二年,将整个湘江纳入风水阵图所积攒的地气轰然而出,化为一支巨龟玄武,直奔半空之中的薛安而去。 玄武所过之处,气势震天,万灵俯首。 可薛安面色不卑不喜地站在半空之中,面对着气势汹汹而来的玄武,轻轻摇了摇头。 不过是一支靠百年地气所化的玄武虚像,就算玄武真灵在此,又能奈我何? 言罢,薛安一指伸出,正好点在冲到境前的玄武头上。 这支土黄色的玄武具龟变定在了半空之中,而后轰然破碎开来。 滚滚地气轰然炸开,令整个湘江都为之阵战。 明沧海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这可是明家最后的杀招了,就连散先进的高手,也不是这一招的对手。 没想到薛安却轻松地一指击溃,正在明家众人震惊万分的时候,薛安接连两步跨出,分阴阳,得生死,现如今薛安的修为,已经可以不必用权,单凭言语便能施展杀神六世。 这便是炎出法随,两世杀神之下,明家整个府邸便如被核弹碾压过一般,彻底粉碎了。 等陈烟散去,只有明沧海还勉强站着。 其他的人,都已身死,薛安落于地面,明沧海满脸鲜血,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薛安。 薛安淡淡地说道,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一命麻。 明沧海浑身一颤,因为我的告诉你,你的儿子也已经神魂聚散。 明沧海神情呆滞,眼中的火焰似乎熄灭了,薛安轻轻一挥手,明沧海的脑袋便飞起,生魂脱体而出,飞入薛安的手心。 薛安一捏,生魂破碎,就此,明沧彻底覆灭,薛安闭上眼,过了片刻后才轻声道,以你明沧所作所为,死不足惜。 说吧,薛安身形消失在原地,地牢之中,安晴等人听到了外面的响动,正在惊疑,突然,地牢一阵剧烈的震动,而后光线洒落进来,薛安慢慢走进来,看着一脸惊恶的安晴,微微一笑,小晴, 我来接你出去。安晴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产生道,姐夫,薛安摆摆手,走吧,你姐姐还在酒店等你呢?姐姐,我姐回来了,安晴大惊,薛安一笑,回去你便知道了,安晴带着不死鸟的幸存者,走出地牢,外面的景象让这些人全都面色一白,被关进地牢的时候,这名家府邸何等辉煌大气? 结果现在却成为了一片焦土,就如同被无数的炮弹离过一遍似的,薛安带着众人回到了明家酒店,安言见到自己的妹妹,哭着上前抱住了她。 安晴也是泪流满面,姐姐,你这些日子,都去哪了啊?安晴问道,安言摇摇头,说起来故事就长了,倒是你,为什么被明家抓起来? 安晴叹了口气,我们侍奉灵大将所差,来这里探寻仙人遗藏,结果这明家居然暗中偷袭,这才被俘虏。 灵大将,安言一惊,是,这仙人遗藏中有一样东西对灵大将很重要,可惜现在估计已经被明家的人得到了。 安晴说道,薛安这时候拿出那柄流光,淡淡道,你说的可是这个麻。 安晴和众多不死鸟的人一见此见,不禁目瞪口呆。 这,安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纵意在一旁笑道,仙人遗藏早已被薛先生所破。 明家也被薛先生所灭,安晴等人一脸的震惊,而与此同时,花摆着正满头大寒的逃跑。 刚刚薛安图面名家的一幕,他都在远处看到了,薛安那如神魔一般的手段,简直要将他吓风了。 他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心思和薛安作对。 现在他只想逃跑,跑得离薛安越远越好,抱着同样心思的环有浑身是伤得采薛坤。 可就在指尖杀的这些人全都落荒而逃的时候,薛安站于酒店的窗前,神情淡然地说道, 现在才想跑麻。 可惜,你们没机会了,说吧,薛安手掌虚握,手心朝上,轻声喝道,借满城花草一用。 第168章落叶飞花剧杀人,轰,满城花草听到斥令,立即开始疯涨。 正在逃跑的采薛坤就觉得路上有些异样,转头一看,就见一棵普通的大树突然长高了许多,枝叶伸出,猛地朝采薛坤袭来。 采薛坤下的亡魂接冒,堪堪躲开这一击。 可还没等他缓过起来,身后的几颗野草猛然伸长了惊感,从后面缠住了采薛坤的脖子。 采薛坤还想挣扎,野草升起,咔嚓一声,将采薛坤的脖子扭断。 采薛坤,死,花百哲这时候已经跑到了湘江的最北端。 这里有他提前准备好的一艘游轮,只要能出海,那么安全系数就大了很多,摇摇地已经可以看到海船了。 花百哲刚刚松了一口气,脚下的草丛突然变软,而后如同沼泽一般,将花百哲的一条腿线了进去。 花百哲吓得浑身一颤,然后用尽全身力气高高跃起。 但他此刻正在湘江的郊区,山坡之上全是野草,其中最多的便是蒲公英。 他跃到半空之中时,这些蒲公英骑骑浮倒在地,而那些白色的蒲公英种子则飘离惊感,直奔半空中的花百哲而去。 花百哲心胆剧烈,这他妈都是什么招数啊? 嘶,一声轻响,一枚蒲公英擦过花百哲的肩头,鲜血立即便涌了出来。 本来柔弱的蒲公英,此刻却比利刃还要锋利。 花百哲用尽浑身解数,躲开了这一波攻击,落地之后便想跑。 但下一刻,他便愣住了,因为他肩膀之上的伤口此刻长出了小蒲公英,并以极快的速度生长起来。 他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而后茫然地看着远处的海船,不甘地倒闭。 野草瞬间将其埋没,花百哲,死,与此同时,在湘江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指尖杀的人,几乎都被杀了。 杀他们的,全是湘江随处可见的植物,摘叶飞花间,指尖杀的所有人全部身影。 这才是,落叶飞花剧杀人,安晴等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些人看薛安的眼神都变了,一声令下,花草摇曳间杀光了所有人。 这还是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吗? 而薛安却不以为然地一笑,然后对安晴道,你们的任务就是获得此剑吗? 安晴点点头,那给你吧。 薛安将剑扔给了安晴,安晴和那些不死鸟的人全都震惊了,这样一剑仙家宝剑,居然说给就给了。 薛安却不以为然,这个死去的半步精先,显然只擅长阵法,对于炼制一道十分生疏。 这流光剑,无论是选材还是炼制手法,都是垃圾。 薛安压根就瞧不上这样的东西,当然,虽然薛安看不上,可这流光剑毕竟曾是半步精先的配件,放在是俗之中,可算是无双宝物。 安晴郑重地接过来,冲薛安一点头,多谢姐夫。 这一刻,安晴终于对薛安彻底服气了,曾经认为自己姐姐鬼迷心窍,现在看来,却是自己的姐姐眼光独到,慧眼如炬啊。 此件事了,姐夫,你和姐姐跟我们一起回中兜吧。 薛安却摇了摇头,不急,我还要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薛安看向北方,冷声道,既然既北渊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事,那么他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初吧,薛安腾身而起,对安言道,老婆,等我一会,我去去就回。 初吧,薛安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 宋义此刻不禁感叹道,这才是仙家气魄啊。 既北渊家,渊成宇正自得其乐地喝着酒,这段时间既北风平浪静,虽然渊家折损了一名原宗风,可在既北来说,渊家依然算是一等一的世家豪门。 尤其自己的女儿去了湘江,若是真能跟明家合作打开那仙人遗藏,对原家的发展更是大有好处啊。 想到这,袁成宇不禁流露出一丝笑意。 而在原家的府门外,及格保安打扮的原家子弟正在闲聊,听说大小姐去了湘江了,是啊,赤明家特意请过去的,嘖嘖,我就佩服咱们大小姐,学旧天人,那才是真正的天才。 几人正在闲谈,就看到一个帅气逼人的男子自接纳边慢慢走了过来。 开始几人也没在意,依然在闲谈,一直到男子走到府门跟前了,其中一位才皱了皱眉头,干什么的,要进原家,可有预约吗? 男子转头看了他一眼,这位原家子弟就僵住了,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深邃和冰冷的一双眼。 高高在上,如同帝王,啪,此时栽倒在地,只是一眼,便让这位原家子弟神念破碎而死。 其他几个原家子弟全都是一愣,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男子却轻轻摇了摇头,算了,杀你们没意思。 说吧,迈步便往前走,同路所知的大门根本无法阻挡男子,轰的一声。 大门倒闭,而后男子立于台阶之上,淡淡道,原家之人,出来受死。 这男子自然便是薛安,他在半个多小时内,横穿千里,直接来到了冀北原家。 随着他的声音,整个原家都被震动了。 是谁,居然赶来原家造次。 有人怒吼着冲了出来,他乃是原家的保安队长,真人静的高手。 薛安随手一挥,这位真人队长的脑袋便冲天而起。 鲜血喷洒了一地,这一幕也让后面出来的原家众人为之一惊。 你乃何人,为何来我原家找事? 说话之人乃是原家一位长老,薛安看了他一眼,你是原成宇。 那乃是我们家主,我是原家一名长老。 此人傲然道,薛安点点头,既然不是,那去死吧。 一声令下,此人扑通一下便栽落余地。 言出法随,这诡异的一幕,让在场的原家众人都觉得心中一寒。 此人,到底是谁? 这时,原成宇匆匆赶到,目声道,哪里来的狂徒,居然赶到我原家闹事。 薛安副手立于台阶之上,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我叫薛安,今日前来,便是面你原家。 薛安,这个名字犹如魔咒一般,让所有原家之人全都为之京剧。 第169章重返中都,原成宇面色大变,惊叫道,你便是薛安。 薛安点头,然后抬头看了看天,微微一笑道,今天天气不错,是个杀人的好日子。 原成宇的目光闪烁不定,最后一咬牙,冷笑道,薛安,你杀我长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现在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来人啊,杀了他,随着原成宇的一声令下,十几名天人静的高手突然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这些人显然平时经常一起配合演练,因此一出手,便将薛安的所有退路全部封住。 原成宇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自从原中风深陨,他害怕有人趁机寻仇,便广罗天下豪杰,然后凑齐了这十几名天人高手,作为手里的底牌。 现在看来,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就算薛安是散仙,可面对十几名天人的合集,也得退避三射。 但原成宇的笑容刚刚浮现出来,然后便凝固了,只见薛安面对这气势汹汹的攻势,不躲不避,甚至迈不上前,直接赢了过去。 同时嘴里清喝,断情愁,轰,杀神六世的第四世终于又一次施展出来。 而这一次,威力比之前何止增强了百倍,这些天人高手本来都信心十足,认为就算杀不了薛安,也能将其击退。 但没想到薛安的一生清喝之后,这些人全被一股可怖的距离直接轰飞出去。 正面迎对薛安的几人更是直接惨死当场。 剩下的也全都失去了战斗力,一级,便击退了十几名天人高手合集,原家众人齐齐色变,尤其是原成宇,神情呆滞,喃喃自语,怎么怎么可能。 薛安好似闲庭信不一般,慢慢走到他近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本来想着灭了你们原家满门,但现在看来,你才是罪魁祸首。 说吧,薛安手指清灰,原成宇惨呼一声,手脚便被齐齐斩断。 但当时原成宇还没死,而是躺在了血泼之中痛苦地挣扎着。 所有人都被这惨状吓得齐齐一颤。 原成宇也算有点骨气了,居然咬着牙,没有过多的惨呼。 薛安蹲下身看着他,淡淡道,你的感谢你有一个好女儿。 不然,我会用灵魂焰火制烤你很久在杀你。 原成宇愿读地看着薛安,怒吼道,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原家过不去。 薛安轻笑,跟你原家过不去,那日在仙门大会之上,你儿子偷袭于我,被我所杀,这一次你派人暗杀,差点伤到我的家人。 现在你居然对我说为什么和你原家过不去。 这席话让原成宇的面色惨白,神情也萎靡下去。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薛安也懒得再和这个人废话,一挥手,焰火直接将原成宇吞噬。 趋于之间,便稍微了乌有,而后薛安站起身来,环视场中所有人。 没有人敢直视薛安的目光,有些人下的腿肚子都在颤抖,薛安神情淡漠的一伸手,突然间,有二三十个人的脚下升起火焰。 还没等这些人惨乎出声,便直接烧喂了灰烬。 这一下,原家的这些嫡系中,少了一多半的人,至于原家的长老,更是全灭。 薛安淡淡道,本来想灭你原家满门,但现在看来,有些人并不知情,因此算是饶你们一次。 言罢,薛安一跺脚,整个人便直飞入空中,消失不见。 他走后,剩下的原家之人才算如是重负。 可刚刚长出了一口气,薛安跺脚之处,轰然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方圆足有十几米的大深坑。 很多人目光呆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至此,原家所有的高层被薛安一扫而空,既被原家元气大伤,日后彻底沦落为了一个二流世家。 薛安直接飞回了湘江,当安岩看到他回来后,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安晴已经提前走了,他说要急着赶回去。 安岩道,薛安点点头,然后转头看向宋毅。 宋毅,现在名家没了,偌大的湘江群龙无首,我将这里交给你, 你可敢接手。 宋毅浑身一震,然后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薛安。 薛先生,这,这湘江宁要让我掌管。 薛安点点头,你敢还是不敢。 宋毅低头思索片刻,然后满脸坚毅地说道, 既然薛先生吩咐了,那我宋毅就是赴汤到火也不在话下。 薛安满意地点点头,他相信宋毅的手段, 能在中都那种地方都混得风生水起之人, 岂是一语之辈。 薛先生,您要带着夫人返回中都吗? 薛安点点头,那我想提醒下先生, 虽然您修为通神,可中都不比别处, 那里鱼龙混杂,豪门世家多如牛毛, 就比如那次在青芒山, 被您所杀的那个霍和鸣, 虽然在霍家只是葛树子, 可您要是去了,宋毅确实是有些不放心, 因为他了解薛安的脾气, 怕薛安去了中都在吃亏。 薛安摆了摆手, 轻笑道,我知道了, 而且我去中都也不是大开杀戒的, 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希望那些豪门世家能尝点脑子。 说到最后, 薛安眼中闪烁着寒光, 宋毅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说了, 薛安当晚就住在了酒店之中, 而与此同时, 整个湘江都被震动了, 明家在湘江累势经营, 俨然已经是湘江的土皇帝了。 可没想到一日之间, 就被人生生铲除, 甚至连明家府邸都被移为了平地, 这等手段, 怎能不让湘江的其他势力为之心经? 而且有确切消息说, 念明家的人现在还没走, 就住在明家的酒店之中。 这一下, 全港的目光都齐聚于此。 不过薛安对此并不在意, 湘江毕竟还是太小了, 他不喜欢这里, 而宋毅则趁此机会直接给各方下了通牒。 上面说得清楚, 此后的湘江, 便为薛家之地。 他宋毅便是薛家的全权代表, 谁若不服, 可以现在提出来, 接到通牒的众多世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全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纷纷给宋毅送来了表示愿意归舍的礼物。 宋毅这一招兵不屑任, 便让整个湘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 众多势力只是心惊于薛安的杀法果断, 一时屈服而已。 之后的路, 还得宋毅自己去走, 薛安对这些都不在乎, 因为第二日, 他便领着安颜和女儿, 登上了前往中兜的飞机。 这一次, 他便要均临中兜, 第170章中兜安家, 中兜, 华夏的首都之所在, 千年古城, 礼运深厚, 而在中兜的西边, 有一大片连绵不绝的别墅豪宅。 这里便是中兜豪门安家之所在, 当薛安和安颜下了车后, 安颜抬头看着唯恶大气的大门, 面色渐渐变得苍白起来。 这里就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也是带给了他无尽痛苦的地方。 老公,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安颜颤声道, 薛安笑着点点头, 柔声道, 当然要进去, 不要怕, 一切由我呢。 而薛想和薛念则一边舔着冰激凌, 一边小声讨论着什么。 姐姐, 这里就是妈妈的家吗? 好大啊, 嗯嗯, 不过听爸爸说, 妈妈的家人好多都是坏蛋呢。 却想像个小大人一样嘱咐道, 一会进去了, 不要贪吃, 不能给爸爸妈妈丢脸, 明白了吗? 薛念重重的点点头, 包子般的小脸蛋上浮现出一抹坚毅的神色。 一家四口正准备进去, 门前飞驶而来一辆烟红色的兰博基尼, 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震的路旁的树叶都在颤抖。 车门打开, 一名打扮的花枝招展, 神情巨傲的年轻女子下了车。 一见到这个女孩, 安颜就是一愣, 与此同时, 这名女子也注意到了站在路旁的安颜, 嘴巴渐渐张大, 而后满脸惊讶地喊道, 你是, 安颜。 安颜面色一白, 轻轻点了点头, 安梦。 这个女子, 便是安颜的青唐妹安盟。 安家乃是豪门旺族, 家中人丁自然也是十分兴旺。 其中嫡系子弟一共有三只, 安颜的父亲是老大, 叫做安阳, 不过在安颜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老二是安学, 也就是安梦的父亲。 老三则是安昌, 也是安家现在实际的掌权者。 安盟看到安颜之后, 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 尤其当看到一旁的薛安 以及那两个小姑娘后, 更是唯唯一争。 而后安颜的嘴角浮现出 一丝高高在上的冷笑, 安颜姐姐居然回来了, 这可真是一件大喜事呢, 奶奶要是知道了, 估计不知道怎么高兴啊。 提到奶奶二次, 安颜的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而后安盟轻蔑地看了薛安一眼, 这位想必就是姐夫了吧。 只是他在说到姐夫二次的时候, 满脸戏虐之色。 安颜有些担心地看着薛安, 生怕薛安再因此而抱起。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他犯不上和这样一个 没胸没脑子的女人斗嘴。 而且, 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安颜回来的消息传进安家后, 平静的安家也不禁沸腾了, 正在书房之中练字的安昌 听到吓人的禀报后, 神色古井不拨, 过了好一会才淡淡道, 知道了, 去通知老太太吧。 而正在后院的马场之中 骑马的安学听到消息后, 神色一沉, 眼中闪烁着骇人的寒芒, 连马服都没换, 直接就来到了前院厅房。 此刻, 厅房四周围了很多人, 人们都在窃窃私语, 那个男人就是让安颜私奔 都要跟着的薛安麻。 嘖嘖, 长得倒是不错, 可你看那穿着打扮, 真是寒酸的景。 那两个小姑娘倒是挺可爱的, 嘘, 这话一会可不要让老太太听到了, 她可是曾经说过, 一辈子都不会认安颜的孩子的。 提到老太太, 这些下人们全都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了。 而当安颜迈步走来时, 这些下人们赶紧分开道路。 二爷, 安颜面沉似水, 直接走进厅房之中。 他的出现让安颜好似惊弓之鸟, 神色一紧, 便要站起来。 可是却被薛安轻轻一按, 然后淡淡地笑道, 你身体虚弱, 不要随便乱动。 安颜神色有些苍白, 但还是听话地坐下来了。 安颜见到安颜后, 冷恒了一声, 而后便用阴冷的目光盯着薛安。 强横的气势渐渐充斥了整个厅房, 下人们在远处小声议论着, 这下有热闹看了, 二爷目了。 呵呵, 看这个小子戏胳膊戏腿的, 你说能抵挡得住二爷几下? 我猜最多三下, 太少了, 我赌五下吧。 而就在这等气势面前, 薛安却好像没看见一样, 依然在漫条丝里地喝着茶。 过了两酒, 安学审声道, 你便是薛安。 薛安淡然道, 没错, 我就是薛安。 呵呵, 安学笑了, 他一笑起来, 额头上便献出一道竖纹, 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都有些微微颤抖, 谁不知道二爷一笑便是要宰人啊。 很好, 没想到你胆子倒是不小, 拐走我安家之女不说, 居然还敢回来。 安学嘴角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听闻当初你来过安家一次, 当时表现得十分清高孤傲, 怎么? 现在想通了, 准备求我们安家了, 薛安慢慢抬起双眸, 神情淡漠地看着安学。 安学后面的话便堵在喉咙中, 说不出来了。 因为薛安的眼神平静地可怕, 让安学的心都唯唯一颤。 拳击, 安学便怒了, 自己刚刚居然在这个薛安的面前怕了, 正带说话, 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淡淡道, 你搞错了一件事。 我来, 是因为安言, 而且我不会求你们安家, 反倒是你们, 到时候不要跪下来求我。 这句话一出口, 让在场众人一片哗然, 安愣的脸上浮现出鄙薄之色, 心中对薛安的评价越发地不堪。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除了长得挺帅外, 就只会吹牛了, 简直一无是出啊。 可笑自己这位堂姐还像是剪刀宝贝一样。 安学更是气急返校, 好, 好, 果然脸皮够厚, 让我安家跪下来求你, 你以为你是老几? 我老几都不是, 我是薛安, 薛安慢慢说道, 安学的眼中闪过一抹阴狠之色, 饺子, 有没有胆量和我比比? 薛安放下茶杯, 微微一笑, 比什么, 什么都可以, 不过凭你的声量, 比拳脚算是我欺负你, 不如比比马术如何? 马术, 很多人脸上露出会议的笑容, 拳中都谁不知道安学安二爷爱马如痴, 同时也是一位顶级的马术高手, 甚至连英国的皇室马术教练, 都不是安学的对手, 而看薛安的样子, 估计都没骑过马吧? 人们正在暗自偷笑, 薛安却点了点头, 露出两颗虎牙, 森然一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第171章什么才是真正的马战? 在中都这样寸土寸金之地, 安家居然拥有自己的马场。 此刻, 十几匹鞋桶优良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安学傲然道, 我这里的马匹, 甚至比英国皇室的鞋桶都要纯正, 每一匹都价值千万。 说罢安学不懈地看向薛安, 认为他一定满脸的惊讶之色。 毕竟只要来过安家, 见过他马场的人, 不管身份高低, 全都是一脸的震惊。 可没想到薛安神色淡然, 没有半点的惊讶之色。 安学眼神渐冷, 心中冷笑道, 估计是得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吧, 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厉害。 这时候有人牵过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来, 安学爱惜地拍了拍马的脖子, 然后轻轻一点地, 便纵上了马背。 这一手干净利落, 引得众多吓人们齐声喝彩。 安学得意地一笑, 然后审声道, 将我斩马刀拿来。 很快, 便有一名壮汉滋牙咧嘴地拖着一柄巨大的斩马刀走了过来。 安学接过刀来, 晚了一个刀花, 然后傲然笑道, 今日, 便让你们见识见识古时的骑兵马战之术。 说罢安学双腿一纵, 这匹马便绕着场中狂奔起来。 在场中还树立着很多的稻草人, 安学骑着马, 在经过一个稻草人的时候, 突然一声怒吼。 小贼受死, 声音好似炸雷一般, 而后一道刀光闪过, 这稻草人便自腰间骑刷刷折断了。 很多女仆都不惊吓得面色更变, 可学安却抱着肩膀, 饶有兴致地看着。 安学耍得兴起, 砰砰砰, 一连将这些稻草人全部砍断后, 不禁仰天长笑。 痛快痛快, 然后才回过头来冷声道, 薛安, 现在该你了。 众人的目光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只见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安梦痴笑一声, 心想果然还是服输了马。 可没想到薛安却淡然道, 如果要我评价, 那你这所谓的马战, 根本一无是处。 此话一出, 安学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一无是处, 呵呵, 小子, 你好大的口气, 薛安摇了摇头, 不信, 那我给你试试好了。 说吧, 薛安走向马棚, 这里各种宝马都有, 可薛安却唯独对马棚之众一匹正在低头饮水, 跟其他的马都保持着距离的黑马有些兴趣。 看管马场的薛安家的一名大管家, 此人见薛安走向了这匹黑马, 不禁冷笑道, 这位先生, 这匹黑马前天才运来, 性情极为暴躁, 若是被他伤到, 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薛安没说话, 静止走向了这匹黑马, 黑马正在饮水, 察觉到有人靠近后, 便打了个响鼻, 然后高傲地扬起头来。 马场管家正性栽了祸地看着, 认为薛安肯定会被这黑马一脚踢飞。 可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这匹黑马就如同见到了什么尊贵无比的东西一样,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然后前腿跪下, 用马头倾触薛安的脚。 这一幕让围观的人们全都看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这个薛安还会驯马不成, 可这匹黑马野性难寻, 找了很多顶尖的驯马师都没驯好, 怎么他一来, 便如此温顺了。 人们正在惊疑, 薛安淡淡一笑, 伸出手来轻轻摸了摸黑马的棕毛。 把你关在这, 还真是委屈你了, 也罢, 今日我便请你出场, 黑马十分兴奋地打了个响鼻, 薛安便直接上了马背, 黑马起身驮着薛安来到了马场正中。 安学此刻面目阴沉不定, 他也没想到薛安居然能驯服这匹黑马。 不过只是会骑马可不行, 斩马刀在布下运用的时候, 很轻松。 可要是在马匹急驰的时候斩出, 那就需要极高的技术了。 安学可是苦心练习了好几年, 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这时候薛安淡淡道, 我不喜欢用刀。 然后指了指角落兵器架子上的一柄方天大吉。 这个东西不错, 就它吧。 此话一出, 全场轰然而笑, 安愣更是笑得捂着肚子。 我还以为这个家伙真的会点东西呢, 原来还是个吹牛皮的啊。 那方天大吉可是纯钢打造, 重有一百多斤, 是用来做装饰和压兵器架子的, 他居然要拿来用。 很多人也是满脸的不屑, 薛安慢慢扫视在场的人, 叫声渐练, 薛安的眼神太过平静, 平静得近乎嘲讽一般。 而后薛安一拨缰绳, 马匹走到了兵器架子前。 薛安一探身, 手握住了方天大吉的把手, 然后便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缓缓将这柄方天大吉拔了出来。 这一幕让安学也是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若是用蛮力, 安学也能将这方天大吉搬动。 可薛安是缓缓拔出, 那样子轻松自在的像是在捡起一根木棍。 薛安持己在手, 神情漠然, 现在, 我便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马战? 说吧, 薛安一记绝尘, 黑马犹如黑色的闪电一样, 绕着整个马场开始狂奔。 在马场中, 树立着很多的棋杆, 都是用来绑扶各种线缆的。 薛安在吉池之中, 突然轻贺一声, 一几次出。 砰, 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 这根纯钢打造的棋杆轰然折断, 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薛安在随手将方天大吉挽出一个花, 接连刺出。 砰砰砰, 这几根棋杆全都应声折断, 声势惊人, 让在场众人全都一脸的骇然。 安学更是瞠目结舌, 而薛安此刻唯唯一笑, 一拨缰绳, 飞马直奔安学而来。 安学悚然一惊, 举其斩马刀来就想招架。 可薛安的方天大吉好似泰山一般, 势不可挡地压了过来。 安学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惊叫一声, 斩马刀便咔嚓一声折为两段, 与此同时, 大吉下批, 安学一闭眼, 脑海中一片空白, 可片刻之后, 安学只感受额头上一股凉风, 并无疼痛之感。 安学缓缓睁开眼睛, 就见这柄方天大吉紧挨着自己的额头, 再有一公分, 便将自己的额头击碎了。 而薛安持挤在手, 却如冤停跃至一般, 窥然不动。 安学恶然了, 全场众人更是如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般, 张大了嘴巴, 呆呆地看着。 薛安这时候将手中大吉撤下, 然后随手往后一扔。 这大吉便如同安排好了一样, 直接飞回了远处。 哐当一声, 砸得兵器架子嗡嗡作响, 薛安淡淡道, 现在, 你可服气, 第172章匹夫一幕, 天下俯首。 安学面色铁青, 却又无话可说, 毕竟是他提议要比马术的。 便在这时, 有人轻声道, 挤法不错, 可惜, 只是匹夫之勇。 随着话音, 一人自远处漫步走来。 围观的众人垂手分立两簧, 功声道, 三爷。 来者, 正是安家现在的实际掌控者, 安言的小叔, 安昌。 安昌今年四十多岁年纪, 只是因为保养得当, 因此看着十分的年轻, 而且举止优雅, 细致高贵, 一看就是久居高位之人。 此刻, 安昌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傲然, 已便是薛安, 薛安神情淡漠, 并未说话, 安昌淡淡道, 功夫不错, 可在中都, 靠的是手中的权势和财富, 而不是成匹夫之勇。 话音刚落, 薛安胯下的黑马突然飞越过马场的围挡, 直接冲到了安昌进前。 在离着安昌的胸膛只有一指距离时, 飞马才堪堪停住, 安昌甚至都能闻到马呼出的热气了。 薛安坐于马上, 淡淡道, 匹夫之勇, 已信不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匹夫一目, 天下都得俯首。 安昌的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如指, 目光阴狠地盯着薛安, 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一名衣着体面的老管家赶到了现场, 沈声道, 老太太有命, 暂且先让安言等人在家中住下, 一切等寿宴之后再说。 老太太发话, 安昌垂下眼眸, 退到了一旁。 等这名老管家走了, 安昌才冷声道, 你很好, 可惜, 在中都这样的地方, 你这样的人根本活不长。 薛安淡淡一笑, 哦, 那我, 拭目以待, 安昌走了, 安学爷面色难看地离开了马场, 有人上前来说道, 大小姐, 请随我来。 住着领着安言等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院落。 虽然偏僻, 但是这里的环境布置依然典雅整洁, 老太太说了, 您可以在此居住, 若有什么需要, 便叫我就行。 说完, 此人公身退下, 从下人的素质上, 就能看出秦家与安家这样的顶级豪门之间的差距来。 等屋中就剩下一家人后, 安言有些难过地低着头。 老公, 对不起, 薛安一笑,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因为, 薛安摆了摆手, 目光淡然道, 这件事从头到尾你都没有错, 错的是某些傲慢而又自以为是的大人物。 安言愣了, 薛安走到门边, 看着这隐藏在重重高墙后的世家大宅, 淡淡道, 有些人, 从来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只有鲜血和死亡, 才能让他们知道恐惧。 而就在此刻, 在安家一处佛堂之中, 安言的奶奶, 安老太太正在闭目撵着念珠, 那名老管家放轻脚步走进佛堂, 老太太, 三爷在外面等着呢, 安老太太点点头, 让他进来, 安娼走进屋中, 面色肃然道, 母亲, 您为何要让安言等人留下? 安老太太放下念珠, 离我寿宴之日, 还有几天, 回母亲, 还有七天, 安老太太那保养得极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高高在上的微笑, 安言这个丫头为了一个男人私奔出京, 已经丢尽了我们安家的脸面, 后来回来后, 持家大嫂持长哥不计前嫌, 执意要娶她, 可结果她又跑了, 两次让我安家名声受损, 你觉得, 她回来了, 就简单地一赶了之, 那母亲的意思是, 通知持家, 就说安言回来了, 安老太太冷声道, 是, 还有, 寿宴之上, 多带几个武道高手, 那个薛安既然能赢得了老二, 可见是有点本事的, 可惜, 她不明白, 在中斗, 我安家要是想杀她, 不必撵死一个臭虫男, 明白, 安昌躬身退出了房间, 三爷, 老太太什么意思, 安昌随身的一名管家问道, 安昌脸上闪现一抹狠粒之色, 昼夜那日, 江族中供奉的几名高手叫来, 这名管家浑身一颤, 然后低头应道, 是, 持家, 持长哥挂断电话, 面色阴沉得可怕, 正在这时, 持未央从外面回来了, 这名少女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一见到自己哥哥脸色那般难看, 不禁疑惑道, 哥, 你怎么了? 持长哥冷声道, 安言回来了, 安言, 持未央猛的一阵, 就是安家那个安言, 持长哥点点头, 持未央脸上也有些愤怒, 这个女人, 简直太不适抬举, 当初哥哥不嫌弃她是嫁过人的, 想要娶她, 结果她却跑了, 这次回来, 她还带着孩子回来的, 持长哥说道, 持未央僵住了, 过了会才叹了口气道, 哥, 那你就算了败, 只要你愿意, 愿意嫁给你的女人能从中兜蒂安门排到保府去, 何必非要她呢? 持长哥没有吭声, 持未央见状, 又叹了口气, 然后离开了, 持长哥的眼中似乎燃烧着两团火焰, 他回忆起当初第一次见到安言的场景, 那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去安言所在的大学办事, 正好遇到了安言在和学安一起, 那时候的安言便让持长哥印象深刻, 自此之后更是念念不忘, 家里人知道后也很同意, 毕竟持家和安家都算是中都顶尖豪门, 这可算门当户对, 可没想到安言性子会那般刚烈, 直接私奔出京, 这给持长哥打击极大, 甚至让他迅速蜕变为一名舞女不上的渣男, 而这次安言回来了, 持长哥目光闪烁, 我得不到的, 那其他人也休想得到, 哪怕是毁掉, 我也在所不惜, 想着想着, 持长哥脸上满是狠利之色, 众都一处保密等级极高的军营之中, 安行将流光剑放在桌上, 然后便恭敬地站在一旁, 看着那个男人伟岸的背影, 过了不知道多久, 男人的声音传来, 你说,这次破了仙人遗葬的, 还是那个薛安, 安行点点头, 是,男人转过身来, 他穿着一身军装, 身形挺拔如刀, 面容更是充满了正气和阳刚之美, 若是有人在此, 并会惊叫失声, 因为这个男人, 便是号称撑起军界半边天的, 林大将, 第173章你现在, 选哪个? 林大将走到桌前, 将刘光拿在手中, 轻轻拔剑出鞘, 剑气直刺双眉, 林大将唯唯一叹, 宝剑还翘, 果然是仙家宝物, 听你说, 这个薛安是你姐夫, 安行点头道, 是, 林大将淡然一笑, 如此说来, 我便越发好奇了, 当初我的伤势越发沉重, 是陈家的那的小丫头陈儒师送给我一种灵药, 吃了后才算勉强压制了伤势, 而那个小丫头, 也提起了薛安这的名字, 安行不知道说什么, 便低头不语, 此等宝物, 居然随手送人, 不论本事, 单凭此气魄, 便已是世间少有, 看来, 我已经欠你两次了, 林大将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心声道, 安家, 一辆嚣张的暴改汉马亭到门前, 安盟赶紧迎了上去, 车门打开, 下来了两名男子, 其中一名年轻的男子, 穿着一身极为前卫和重金属风的衣服, 脸上还纹着一条毒蝎, 目露凶光, 十分的骇人, 哥, 李终于回来了, 安盟喊道, 这个男子微微一点头, 沙哑着声音道, 安言那个贱人回来了, 还带着他那个窝囊废的男人, 安盟点点头, 这名男子便是他的亲哥, 安家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安仲, 呵呵, 居然还敢回来, 这次, 我便让他知道知道, 安家的厉害, 说着, 安仲便往里走, 安盟紧随其后, 哥, 这个学安好像还挺厉害的, 厉害, 呵呵, 安仲指了指跟着自己的那名少年,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他是我重金从东南亚买来的地下拳王, 出手很辣无比, 一般的舞蹈高手, 根本不是他一招之敌, 安仲傲然道, 安愣这才放心, 安仲一马当先, 来到了学安居住的院落, 一脚就将门踹开了, 此刻, 安盐正在院中浇花, 抬头正好看到了安仲, 不禁愣住了, 你是谁, 安仲宁笑一下, 安盐姐姐, 你连我都不认得麻, 你是, 安仲, 呵呵, 没错, 就是我, 叫学安出来, 安仲审声道, 安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缺想和薛念一人拿着一柄水枪跑出来了, 他俩正在打水仗, 可一间院中的安仲, 不禁聚到了一起, 这个叔叔穿得好难看啊, 缺念说道, 这不是穿得难看, 这是丑, 缺想则给下了定义, 这些话安仲自然听到了, 他的脸色越发难看, 这两个小丫头, 就是你跟那个呜囊费男人生的, 缺念偷偷问道, 姐姐, 他是不是在骂爸爸, 缺想小脸板着, 十分严肃道, 没错, 就是在骂爸爸, 打他, 说着薛祥举起水枪, 便朝安仲打去, 缺念自然也是有样学样, 两把水枪将安仲滋得浑身是水, 他不禁幕后一声, 够了, 可两个小姑娘才不怕他, 依然切而不舍地开着水枪, 安仲几步上前, 一把将两个小姑娘的水枪夺去, 然后捏尾了粉碎, 我说够了, 安仲怒吼道, 就在这时,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要不给我复原了, 要不, 我就让你把这两把水枪全都吃下去, 安仲豁然转身, 就见薛安站在院门口, 正满脸冷漠地看着他, 安仲黑黑笑了起来, 我见过你, 四年前, 你好像一条没人要的狗一样, 来到了我们安家, 四年后, 你不还是一事无成吗? 薛安却没搭理他, 而是低头看了看两个委屈的宝贝女儿, 然后淡淡道, 我说的, 你没听到吗? 安仲宁笑一声, 复原是不可能复原了, 不过我会等你死了后, 烧给你的, 弄死他, 一直默不作声跟在安仲身后的那明东南亚少年, 便如猿猴一样扑了过去, 这种人自幼就是被当成杀人机器来培养的, 所学的每一招都毫无花哨, 全是杀人计, 所以一般的武道名家遇到他, 若是不注意, 还真会被坑,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等这个少年一个泰拳的西状过来时, 他猛然一指弹出, 咔嚓, 这个少年高手的膝盖便硬生而碎, 少年脸色微微一变, 居然不退反镜, 又扑了上来, 这等汉不畏死的气势, 便是境界高于他, 也会被其所害, 安仲脸上现出的一只色, 在他看来, 薛安死定了, 可薛安却轻轻抑制自己的两个女儿, 却想和薛念便被秘书遮蔽了神志, 又来, 你猜爸爸这次多长时间能打败坏人啊, 薛想问道, 嗯, 我猜不出来, 薛念摇摇头, 真笨, 我猜吃一个冰激凌的时间, 薛想说道, 哦, 一提起冰激凌, 薛念的眼睛就亮了, 猜中了能让我吃冰激凌吗, 薛念稀记地说道, 现在他每天吃多少零食, 都是薛想说了算, 可以啊, 薛想笑咪咪地说道, 那就两个冰激凌的时间吧, 而这个时候, 这名少年已经快要扑到薛安镜, 如钢爪一般的五指更是离着薛安的脖子只有咫尺之摇, 但薛安却只是一仰手, 啪, 一记耳光之后, 这个少年的脑袋转了三百六十度的圈, 从背对着安重, 直接变成了正对着, 同时这个少年高手的脸上还闪过一抹茫然之色, 而后才栽倒在地, 死了, 这干脆利落的一击, 令安重都僵住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真敢杀人, 李, 你完蛋了, 你居然敢在我们安家的底盘上杀人, 安重看着慢慢走来的薛安, 哆哆嗦嗦嗦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我说过, 第一, 你给我原封不动地将水枪复原, 第二, 你给我吃下去, 李现在, 选哪个, 安重脸上闪过一抹骇然之色, 安梦这时候有些色缩地说道, 薛, 薛安, 差不多算了, 这可是我哥, 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薛安的眼神简直太可怕了, 安重转身就跑, 老子哪个都不选,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可他刚跑出没几步, 就发现自己整个人腾空而起, 有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被薛安抓住后柏林子给生生拎起来了, 薛安, 你想干什么, 薛安摇了摇头, 最后一次机会, 第一给我复原, 第二给我吞下去, 现在告诉我, 你, 选哪个, 薛安露出两颗虎牙, 语气森然道, 第174张奇怪的请求, 安重就觉得浑身的异量,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惊恐万壮道, 薛安,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中兜, 可是我们安家, 你要是再这么嚣张, 小心, 薛安点点头, 这么说来, 你就是选第二条了, 说吧, 薛安往地上一扔, 砰, 尘土四起, 安重被摔得差点吐了血, 还没等起来, 薛安一脚踩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将地上的水枪碎片捏起,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味道, 说着薛安直接一捏安重的下巴, 咔嚓, 安重的下巴被捏得脱了臼, 而后薛安将这些水枪的塑料碎片, 全都一股脑塞进了安重的嘴巴里, 而后猛地一拳击在安重的嘴巴上, 鲜血和剧痛, 让安重不由自主地将这些塑料整个吞了下去, 直到这时, 薛安才站起身, 看着干呕不止的安重, 掏出一块手绢慢慢擦着手, 安梦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好像掉进了冰窖里, 瑟瑟发抖钟, 安重终于止住了胃里的难受, 抬起头来用怨毒无比的眼神看着薛安, 薛安,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那两个小姑娘, 刚说到这里, 正在擦手的薛安眉毛一挑, 一缕立芒闪过, 扑, 安重的一只手便被斩断了, 鲜血流出, 安重痛苦地嘶吼起来, 啊啊啊啊, 薛安, 我跟你没完,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不然我一辈子都会跟你没完, 薛安微微一笑, 还真是个奇怪的请求呢, 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 薛安手指清灰, 扑, 安重的脑袋便冲天而起, 鲜血洒落一地, 扑通, 安重的脑袋落在地面, 脸上还残存着一丝惊恶和难以置信,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薛安真敢杀自己, 同样惊恶和害怕的, 环有安梦, 你, 你居然真的杀了他, 安梦惊句道, 很奇怪吗, 若是你羡慕的话, 那我连你也一起送上路好了, 薛安淡淡道, 安梦浑身一颤, 不敢再说了, 只是垂下的眼眸之中, 满是大祸临头的惊恐, 可薛安却好像杀了一只鸡一样, 漫不经心地说道, 若是尸体你们也不要的话, 我可以替你们收拾了, 不收钱, 安梦都要吓哭了, 不, 我去找人带走, 说着他就仓皇而逃, 薛安转头看了看安言, 微微一笑, 不要害怕, 大不了, 让整个安家为他陪葬吧, 等安梦找人将尸体抬走, 薛安才将遮蔽女儿的秘书撤去, 这时两个小姑娘产生了争执, 姐姐, 明明是两个冰激凌的时间啊, 你为什么非说是一个冰激凌呢, 哼, 才不是呢,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吃冰激凌那么快吗, 就是一个冰激凌的时间, 却想插着小腰, 十分认真地说道, 却念委屈的都快哭了, 等薛安了解到怎么回事后, 不禁哭笑不得, 行了, 爱吃几个就吃几个吧, 安言有些不放心地说道, 那怎么行, 小孩子吃多了甜食会坏牙的, 薛安呵呵一笑, 是啊, 那就少吃点吧, 实际上现在薛想和薛念就是整天用糖刷牙, 也不会有任何的事, 毕竟薛安当初可是用本源之力为其洗髓的,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一直等到了晚上, 也没人找上门来报复, 薛安一笑, 来跟不来,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来了的话, 无非就是提前将这个傲慢的世家摧毁而已, 而在这时, 在安学所住的院子中, 安学正面色铁青地看着自己儿子的尸体, 安昌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薛安,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安学怒吼着就要冲出去, 安昌拦住了他, 老三, 你想干什么, 安学冷声道, 母亲的话你忘记了吗, 要到寿宴之时再动手, 你还是不懂, 我等不了了, 这个薛安杀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不报仇, 可母亲说的话你必须得听, 而且你现在杀了他, 寿宴之上安言出什么差错, 你拿什么给持家交代, 安学的神情渐渐冷静下来, 安昌淡淡道, 而且, 这个安重整日鬼混, 也不是什么可以继承家业的良财, 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再生一个罢了, 何必胜怒, 安学无奈点头, 他虽然是二哥, 可家中的事, 还是要听安昌的, 不过这个消息却以火箭般的速度传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 居然有很多人暗中拍手称快, 可见这个安重平时多么没有人缘, 此刻, 在中都一家高档酒吧的包厢中, 安英正跟几个好朋友喝着酒, 电话震动, 安英拿起来一看, 愣了愣, 然后笑得更加灿烂了, 安少, 怎么了, 呵呵, 安重那个傻逼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被我姐夫杀死的啊, 安英笑得很开心, 众人都有些发愣, 你姐夫, 对啊, 我大堂姐, 安言, 安英轻笑道, 就是那的和人私奔的安言, 有人脱口而出, 安英的笑容渐冷, 你说什么, 这个人知道自己失言, 赶紧道歉, 安少,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长嘴, 说着自己给自己扇起耳光来, 安英不知可否, 反而靠在椅子上, 看着天花板, 目光微微闪烁, 四年前, 他见过薛安几面, 当时的薛安, 穷酸学生一个, 很是落魄, 可梅宇之间的傲骨, 让安英也颇为佩服, 相比之下, 安英算是除了安情之外, 对薛安印象最好的一个了, 现在他突然带着安言回归, 可笑自己的父亲安昌还有二叔安学他们居然认为薛安是来攀附关系的, 只有安英知道, 那的男人, 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屈服, 迟魏央和几个闺蜜正在惬意地享受着下午茶, 说着说着, 便聊起了几日后安家老太太的寿臣, 迟魏央一笑, 听说这次的安家寿臣, 办得极为隆重, 中都有点头脸的人物都被邀请了, 是啊, 魏大师, 你收到情帖了吗? 有人好奇问道, 一名气质淡雅的女子微微一笑, 收到了, 不过我不会去的, 我就说麻, 魏大师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魏如烟微微一笑, 低下头来轻饮茶汤, 这时迟魏央叹了口气, 可叹我个暗恋的那个女人, 也回到中都了, 谁, 安言麻, 这些女人全都来了兴致, 迟魏央点点头, 除了她还能有谁, 而且这次安言还是带着她男人回来的, 听说叫什么, 薛安, 正在喝茶的魏如烟一愣, 你说谁? 第175章撑场面, 薛安啊, 迟魏央眨着大眼睛说道, 魏如烟深吸一口气, 好平复心中的震动, 魏大师莫非认识她, 迟魏央又问道, 魏如烟摇了摇头, 无认的,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先回去了, 说着魏如烟起身离开了, 持魏央和其余几个豪门千金面面相去, 不知道魏如烟这是怎么了, 等出了酒店上了车, 魏如烟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魏, 魏大师,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端传来一个慵懒而柔媚的声音, 魏如烟审声道, 薛安来中都了, 来就来, 你说谁, 电话那头的声音猛然一阵, 薛安, 就是当初跟你去山中采药, 斩蛟龙的那个薛安, 也是令万物赴春百花盛开的那个薛安, 他在哪, 电话那端那个声音急切地问道, 在安家, 他居然就是安炎的老公, 一阵两久的沉默之后, 电话那头说道, 知道了, 说吧, 电话挂断, 魏如烟抬头看着前方, 心中默默想道, 薛安来了, 这个京都, 即将不太平了, 与此同时, 众都陈家, 陈如师呆坐于床上, 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薛安来了, 当初纳德在青芒山上信手展龙的身影, 到现在还时常出现在陈如师的梦里, 可没想到, 他居然会是安家之女安炎的老公, 陈如师叹了口气, 起身离开了卧室, 如师, 你干什么去, 陈如师的父亲, 陈家现任家主陈东问道, 我去看看爷爷, 说着陈如师来到了内屋, 陈如师的爷爷, 陈家真正的掌权者, 陈修和正靠在床头看书, 见到如师后, 陈修和将书放下, 慈祥的一笑, 小丫头, 谁惹到你了, 怎么不高兴, 陈修和对自己这个孙女向来极为疼爱, 陈如师稍微有一点的不高兴, 他都能看出来, 陈如师坐在床边, 眼泪忽然掉落下来, 陈修和一睁, 而后两条已经花白的眉毛扬起, 虽然已经年迈, 但这一扬眉, 还是杀气凛然, 是谁, 我现在就派人灭了他, 陈如师摇了摇头, 爷爷, 谁也没有欺负我, 我就是心里难过, 哭一下就好了, 陈修和点点头, 好, 孙女愿意哭, 那就哭吧, 一个女孩子, 哭鼻子又没人笑话, 陈如师摁了一声, 却破体微笑了, 过了会, 他才低声道, 爷爷, 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会很难过啊? 陈修和一愣, 然后四笑非笑道, 怎么? 我的大孙女终于开窍了, 追你的男生都要组成一个团了, 你看上谁了? 哎呀爷爷, 我就是问问, 陈如师觉得脸上有些发烧, 陈修和微微叹了口气, 是啊, 喜欢一个人, 确实是喜悠参半的一件事, 那若是对方有家事呢? 陈如师问道, 陈修和的眼中闪过一抹领冽杀起, 旋即笑着说道, 傻丫头, 你怎么这么问呢? 莫非, 没有, 我真的就是问问, 陈如师又说了几句话, 然后起身离开了, 等他刚走, 陈修和起身下了床, 陈东走了进来, 父亲, 然后就不敢吭声了, 因为陈修和脸色阴沉得可怕, 去查一查如师身边所有的男人, 如果有家事的人和他联系, 全给我杀了, 陈修和咬着牙说道, 是, 陈东赶紧下去了, 陈修和满脸杀起, 在屋中来回垛步, 居然有人敢打自己孙女的主意, 关键还是格有家事的, 这让陈修和这样一名出身军武的人, 简直费都要气炸了, 不过他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很久, 就被一个电话解开了, 电话是林大将打来的, 林大将和陈修和增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 彼此间的情谊自然最为深厚, 不然陈如师也不会将难得的灵药送给林大将, 姓林的, 有什么事, 陈修和语气不善地说道, 呦, 吃枪要了麻, 火气这么大, 哼, 有人居然打如师的主意, 陈修和冷声道, 林大将呵呵一笑, 如师也不小了, 谈恋爱不是很正常麻, 可对方有家事, 陈修和满脸杀气地说道, 林大将也是一愣, 然后陈吟片刻说道,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一下, 不, 何事, 斩蛟龙的那位薛安, 来到中都了, 什么, 在哪, 陈修和也是一惊, 当初陈如师回来后, 也没隐瞒, 将事情都告诉了陈修和跟林大将, 这两人便对这个薛安印象极其深刻, 没想到他居然来中都了, 在安家, 安家, 没错, 四年前, 安家纳的私奔的女子安言, 便是跟着他走的, 说到这, 两个都快成精的人忽然同时一争, 然后一口同声道, 不会吧, 而后又齐齐叹了口气, 老陈头, 这下有你头疼的了, 自古美女爱英雄, 听说那位薛安长相俊美, 本事又高, 如师动心也不奇怪, 陈修和泽面色极为难看, 你还好意思说, 要是如师出点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林大将呵呵一笑, 然后肃然道, 老陈头, 过几日便是安家纳的老太婆的寿臣, 你去不去, 老子才不去, 我看到纳的老妖婆的脸我就想吐, 可是我觉得, 我们最好还是去一下, 林大将审声道, 陈修和刚想出言讥讽, 玄疾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李氏说, 去给薛安撑腰, 林大将苦笑一下, 说起来, 咱们俩这条命都是因为人家才得救的, 去撑撑场面, 也算不了什么, 嗯,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我也去, 我倒想看看, 这个能将我孙女迷的神魂颠倒之人, 到底是什么模样, 安家供奉处, 安学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几名老者正坐在那下棋, 见过几位供奉, 安学拱手道, 几人抬头看了看安学, 有人笑道, 原来是二爷, 怎么, 有事吗, 敢问几位, 寿臣之日的事, 都给你们说好了吗, 李氏指, 安学咬了咬牙, 就是杀人那件事, 三爷说过, 一个老者点了点头道, 安学点了点头, 伍莱茨只是想告诉几位, 到时候请用权力, 下死手, 不要给他留全尸, 几个老者互相看了看, 然后呵呵一笑, 这个不劳二爷费心, 区区一个凡人, 无非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杀他太简单了, 第176章安家寿宴, 到了寿宴这日, 安家的下人们早早地便起床开始收拾, 道路都是用净水刷洗过三遍的, 连一粒灰尘都没有, 一直关闭的大门, 今天也打开了, 还没到早上九点, 便有助寿之人陆陆续续感到, 不过现在来的, 一般都是中都那些小家族的人, 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到一起, 谈论着今日的寿宴, 哎, 听说了麻, 安家那个气女安言回中都了, 早听说了, 听说还带着男人和孩子回来的, 嘖嘖, 这不是明着善持家大嫂的脸麻, 全中都谁不知道当初持长哥对安言用情置身的, 其指啊, 听说后来安言被强行抓回来了, 持长哥依然痴心不改, 结果人家安言宁死不从, 居然跑了, 嘿嘿, 今日的寿宴, 我估计会很热闹, 人们正在议论, 一辆奔驰大机开了过来, 然后持长哥和持未央兄妹二人下了车, 一见到他们来了, 议论的人赶紧都住了嘴, 笑话, 持家在中都来说, 可是跟安家齐名的顶级豪门, 谁敢不尊敬, 持少, 持小姐, 打招呼的络绎不绝, 持长哥面沉似水, 全都没有理会, 倒是持未央笑着点点头, 然后二人便进屋而去, 随着他们的到来, 助手的人陡然增多, 而且来得无一例外, 都是各个豪门望族的人, 门前停满了各四豪车, 衣着考究面带矜持微笑的人们, 按照自己的圈子聚在一起, 小声地交谈着, 而在内屋的会客室中, 持长哥坐于椅子上, 安昌坐在另一边相陪, 他在哪, 这是持长哥所说的第一句话, 安昌微微一笑, 持少不必着急, 一会寿宴开始, 他便出现了, 持未央这时候问道, 三叔, 听闻他带着男人和孩子回来的, 是, 持未央叹了口气, 这就像是个死局, 几乎是无解的, 正午时分, 寿宴开启, 山珍海味流水一样端上来, 但人们都置不在韭菜, 上来后只是略略动了动, 便彼此等待着什么, 终于, 安老太太金秀荣慢慢走了出来, 众人一见到他, 纷纷站起身来, 老太太身体康健, 助老太太浮入东海, 寿宾南山, 金秀荣笑着点头, 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都坐下, 而后坐在主位之上, 这时候, 安家的子弟开始上前祝寿, 第一个登场的自然是安学和安昌二人, 祝母亲吉祥安泰, 二人说吧, 退到左右两边, 接下来便是安音安梦等小辈, 这些人都拜完寿后, 全场众人心都是一栋, 接下来, 就有好戏看了, 果然, 在这寿宴的大厅外, 传来了脚步声, 当珠连一挑, 第一个走进来的, 便是离开中都四年之久的安炎, 他一出现, 让底下微微一阵骚动, 持长哥则痴痴地看着安炎的侧影, 紧随其后的, 是两个乖巧可爱的小姑娘, 一见到这两个小姑娘, 使长哥的面色不由大变, 端坐于主位上的金秀荣 也为不可查的冷恒一生, 最后走进来的, 是一位身形挺拔, 面带一丝淡然笑意的男子, 虽然衣着平凡, 可举手投足肩, 却气势非凡, 持长哥豁然站起, 死死盯着这的男子, 眼中满是杀气, 雀安注意到了持长哥的目光, 可他只是淡淡一笑, 便走到了安炎身边, 安炎此刻在众多目光下, 显得有些瑟瑟发抖, 雀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炎逐渐平静下来, 不过两人这样轻易地举动, 更是让全场一片滴滴的哗然, 这时候安炎走到了金秀荣跟前, 垂手说道, 言人, 祝奶奶日月昌明, 送贺长春, 可话音刚落, 金秀荣一拍桌子, 雨寒如冰道, 还不给我跪下, 这一声好似石破天惊, 让全场一片寂静, 安梦嘴角上扬, 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你就是再厉害又能怎样, 面对奶奶, 你不还是得跪下受罚麻, 安炎面色有些恍然, 然后弯下腰来就要跪下,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臂拦住了他, 安炎抬头一看, 薛安冲他唯唯一笑, 老婆, 我说过, 从此以后, 你不必再跪任何人, 一语落地, 好像在场中扔下了一枚手雷,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 有些则心中冷笑, 认为薛安纯粹是在找死, 金秀荣面沉似水, 你便是拐走我孙女, 令他陷入不仁不义的薛安, 薛安却笑了, 笑容终满是冰冷, 拐走你孙女, 呵呵, 当初我和安炎大学时便相恋, 并且来过你安家, 你怎么不说, 大胆, 金秀荣旁边站立的一名老管家上前一步斥责道, 金秀荣面露激凤之色, 四年前你一无所有, 便想一步登天娶我安家之女, 我当然不会同意, 四年之后, 你再次登门, 还带着两个孩子, 你觉得这就会让我屈服吗? 薛安摇了摇头, 你搞错了, 我没想过让你屈服, 因为你, 还不配, 此话一出, 全场死集, 很多人都用看死人的目光看着薛安, 在中都, 得罪了安家, 就跟找死一样, 没有区别, 金秀荣面色为变, 冷然道, 好, 好一个傲骨铮铮的男子, 可惜, 再硬的骨头, 也会碎, 随着他的话音落地, 大厅的角落中占其几名老者, 领头的一人走到金秀荣面前, 低头恭敬道, 老太太, 插了他, 金荣荣端起茶杯, 轻声吩咐道, 语气淡然地好像在说一件唯不足道的事, 是, 老者转身, 冲着薛安唯唯一笑, 小子, 别怪我心狠, 谁让你自己找死呢? 言罢, 老者须眉接力, 一股恐怖的气势陡然自他身上散发而出, 全场之人无不害然, 有几个修武之人更是面色大变, 这是, 当年叱咤武道界, 名列预榜第十名的一拳崩山金虎豹, 他居然在安家做供奉, 这时金虎豹宁笑一声, 能死在我手下, 你也可以自傲了, 薛安却摇了摇头, 轻声道, 太弱了, 什么, 金虎豹没听心, 我是说, 太弱了, 说罢, 薛安已然冲到此人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 第177章决裂, 金虎豹本来并不在乎, 因为在他看来, 薛安气势平平, 无非是个会点拳脚的普通人, 可没想到薛安一拳击出, 气势便陡然暴增, 金虎豹面色大变, 可还是怒吼一声, 看我一拳崩山, 说罢也是一拳击出, 二拳相及, 砰, 一进问响, 离着近的人觉得耳朵都嗡嗡直响, 金虎豹江在原地, 过了片刻, 才长出一口气, 好拳法, 言罢, 他从拳头开始化为了片片飞灰, 到最后整个人便都如破碎的瓷片一样, 消失不见,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谁能想到, 薛安一拳之下, 居然将这个金虎豹直接轰为了虚无, 本来老神在在的那几个供奉拳都豁然站起, 满脸震惊地看着薛安, 静秀荣也是唯唯一皱眉, 只有池长歌, 面色铁青地看着薛安, 拳头握得咯吱咯吱只想, 薛安收回拳头, 环视全场, 淡淡道, 安言是我的女人, 从今日之后, 她便脱离安家, 再不受这个所谓的豪门世家所拐, 我说的, 谁赞成, 谁反对, 没有人敢说话, 居然要脱离安家,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时安学实在按耐不住了, 第一个蹦出来道, 脱离安家, 呵呵, 他身上流着安家的血, 你说脱离便脱离, 薛安森然一笑, 这么说来, 你就是反对了, 当然不同意, 那好, 那你就去死吧, 安学还没反应过来, 离他最近的一名老者却面色大变, 直接便挪移到了安学身前, 同时怒吼一声, 玉, 一层淡淡的光晕出现在他面前, 将身后的安学遮挡起来, 而薛安此刻一指挥出, 啪, 这道光晕只抵抗了不到半秒钟, 便轰然破碎, 而后又将那名老者直接急飞出去, 直到砸到墙上, 才堪堪停住, 老者一张嘴, 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薛安看向面色惨淡的老者, 唯唯一笑, 你不错, 居然能接我一下, 老者惨笑, 他刚刚可是动用了武当山真传的一张神符, 本以为可以抵挡得住薛安一击, 可没想到, 只坚持了一秒就被击碎了, 真武的气息麻, 薛安轻轻说道, 然后唯唯一笑, 看在你们老大的份上, 我不杀你, 这时候安学才明白过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不是这名武当山的张道人相救, 自己估计已经身受益处了, 安学浑身站抖着, 你, 你居然真敢杀, 我, 薛安淡淡一笑, 为什么不敢, 你们性命, 于我而言, 不过草芥, 这话引起了众怒, 很多人都目光不善地看着薛安, 毕竟他们都算是一个阶层的, 而薛安这般出手便杀人, 自然让这些人充满了危机感, 这时候安老太太金秀荣也是面色为变, 不过他没有和薛安说话, 而是看向了安岩, 安岩, 你自幼在我身边长大, 难道真要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便要和安家决裂麻, 安岩一直没说话, 但此刻, 他的神情却渐渐平静下来, 眼神也逐渐坚定, 不再有慌乱, 他慢慢走到薛安身旁, 冲着金秀荣坚定地摇了摇头, 奶奶,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生叫你奶奶了, 没错, 自幼我便在这里长大, 你对我也有养育之恩, 可是, 从小到大, 我在你这里没有得到过哪怕一个笑脸, 父亲死后, 除了安晴, 谁还关心过我, 我在你们眼中, 不过是一个工具, 一个用来和其他豪门联姻的工具, 是这样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 让金秀荣面色大变,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安岩居然敢当面和他顶撞, 这个老太婆的面色阴沉下来, 冷冷地注视着安岩, 很好, 你很好, 安岩并不理会金秀荣的怒目而视, 而是冲正一脸温柔宠溺地看着他的薛安一笑, 你们当初瞧不起他, 说他穷三学生一个, 没有前途, 可我不怕,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 那么就是要饭, 我也心甘情愿, 可你们却只想着将我们拆散, 最后甚至将刚生下孩子的我抓回来, 这些事, 你们做的, 难道就那么光彩吗? 这些话, 让全场一片哗然, 很多女子都偷偷地看着安岩, 因为安岩说出了他们很多人的心里话, 持未央呆呆呆地看着一脸坚毅的安岩, 突然有些羡慕, 因为这个女人, 找到了她一辈子的归宿, 呆还的, 我都已还, 我现在不欠你们的, 从此之后, 我和你们安家, 恩断一绝, 安岩面色苍白, 但无比坚定地说道, 李这个贱人, 为了外人居然背叛自己的家族, 金秀荣终于怒了, 面目猙獰地说道, 却想和薛念在下面听着, 此刻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老太婆, 你凭什么欺负我妈妈? 两个孩子的童声, 让金秀荣更是怒火中烧,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 安岩,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 安岩此刻如释重负地笑了, 不必了, 我不需要, 缺安这时候心疼地摸了摸安岩的脸蛋, 然后轻声道, 老婆, 其实你忘了说一句话, 什么话, 四年后, 我回中都, 便是让所有人跪下沉浮的, 语气淡然而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安岩满脸幸福的点点头, 我信,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相信, 金秀荣都要歇斯底里了,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没人敢动, 缺安刚刚露出的两手, 已经震住了所有人, 插了麻, 缺安淡淡地问道, 安岩摇了摇头, 他毕竟养育过我, 算了吧, 而就在这时, 门外一个清冷的女生传来, 姐, 既然你要走, 那还有我, 说着, 安晴昂首走进了大厅, 他的出现让全场更是一阵的骚动, 金秀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安晴, 你说什么, 安晴这时候轻蔑地一笑, 老妖婆, 我可没我姐那么好的脾气, 要不是因为我姐, 你以为我愿意在安家带着麻, 老娘早就想走了, 这霸气十足的宣言, 让很多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很多人暗自信信, 今天这寿宴算是来对了, 简直热闹非凡啊, 第178章唯有牡丹针骨色, 花开十节洞京城, 安晴不同于安言, 现如今他在军中的地位日渐提高, 就连安昌见了安晴, 也不敢摆出家主的架子, 可没想到, 他今日也要和安家决裂, 安言看着自己的妹妹, 眼泪夺眶而出, 情人, 姐, 我现在很佩服你, 因为你的眼光简直太好了, 安晴微笑道, 安晴, 你居然敢叛出安家, 难道你忘了, 你在军中之所以升级这么快, 都是靠的家中的势力吗? 安昌这时候沉声喝道, 安晴摇了摇头, 满脸的轻蔑, 我谁都没靠好不好? 从小你们谁管过我, 安梦那的家伙成天在外面鬼混, 你们还拿他当宝, 而我呢, 要不是我自学成才, 现在还不是一样被你们当成礼品送给某个豪门。 这些话对的安昌哑口无言, 这时候金秀荣简直要气疯了,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 来人, 将这些人都给我杀光。 通通杀光, 金秀荣歇斯底里地吼道, 而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但不失威严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是谁这么威风, 喊打喊杀的啊, 随着话音, 陈修和率领着陈家众人迈步走了进来。 他的到来, 让全场一惊, 陈家和安家一向不合,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现如今陈家实力越发的强盛, 相比之下, 安家则显得逊色三分。 没想到, 今日陈修和居然亲自登门, 金秀荣见到陈修和, 脸色先是猝变, 而后恢复了平静, 站起身来, 点头道, 原来是陈老家主。 陈修和微微一笑, 目光却看向站于场中, 神情淡然的薛安。 果然是一表人才, 而且气度如冤停跃至一般, 可惜, 陈修和暗自摇头, 然后也没理会金秀荣的目光, 便笑着上前说道, 这位, 想必就是薛安薛先生了。 他这般态度, 让很多人心中一阵, 莫非, 安言和薛安早就准备投靠陈家了。 却安微微一皱眉, 你是, 呵呵, 我是陈修和, 陈如师的爷爷, 说起来我还得谢谢薛先生当日赠药之恩呢。 陈修和笑着说道, 赠药之恩, 很多人满脸莫名其妙, 只有金秀荣和安昌等少数几人面色违变。 前段时间有传言说陈修和重病, 后来陈修和又恢复了正常。 没想到, 是因为这个赠药, 想到这里, 金秀荣脑膜的心中陡然闪过一丝金黄。 缺安这才想起陈如师是谁来, 便一笑置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陈修和明知故问道, 安晴冷笑道, 陈家主, 也没什么, 就是两个自幼父母双亡的孩子准备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安家而已。 陈修和了一声,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那好啊, 正好我最喜欢孙女了, 要不你们两个过来吧。 这样赤裸裸地挖人, 让金秀荣面色阴得能逼出水来。 陈老家主, 你这是何意? 陈修和冷笑一声, 何意? 只是觉得有些目光短浅之辈不是草莽之中有真龙, 觉得可惜而已。 草莽真龙, 金秀荣看了看薛安, 是在说他, 他正要说话, 外面又走进了一行人, 就见魏如烟走了进来, 魏如烟算是中都颇有名气的一个人了。 因为擅长培植其花异草, 而且处事淡然, 结交甚广, 因此一般的豪门根本就不感得罪。 他怎么也来了, 魏大师不是最讨厌这样的场合吗? 很多人正在惊诧, 魏如烟走到薛安静前, 唯唯一笑。 薛先生, 好久不见, 薛安对这个爱花如命的女子印象挺深, 不禁点了点头。 原来是魏大师, 魏如烟苦笑一下, 在您面前, 我怎敢称大师? 而后魏如烟眼颇流转, 看向一旁的安言。 这位想必就是薛夫人了, 初次见面, 不成敬意。 说着魏如烟伸出手来, 手心出现一株细小伶丁的花苗。 多谢, 安言笑了笑, 接了过来, 刚接在手, 这花苗微微一震, 然后便开始急速增长。 很快, 便长成了一株亭亭玉立的花卉, 花骨朵在摇晃了几下后, 陡然绽放开来。 花朵美如绝色, 一鼓一香袭来, 让整个大厅中都显得分外分芳。 是牡丹, 有人轻声尼南道, 魏如烟也是微微一愣, 而后轻笑道, 薛夫人果然不愧为绝色佳人, 这花朵乃是依照每个人的性情来生长的。 而牡丹, 魏如烟顿了顿, 轻声迎道, 唯有牡丹珍果色, 花开时结冻金城。 同时魏如烟心中一叹, 认为自己的闺中好友再无希望了。 魏如烟惊言花道, 在她看来, 每个女子都是一朵与众不同的花。 陈儒诗的花是兰花, 象征着纯洁希望和宁静。 而安言, 则是牡丹, 这代表着花中之王。 此刻, 金秀荣看着围拢在薛安身边的众人, 心里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 有愤怒, 但更多的还是一丝惶恐不安。 果然, 就在她惊疑不定的时候, 一队士兵突然冲了进来, 然后莫不作声地分立两簧。 而后一名身形挺拔的将军慢慢走了进来, 她的到来, 让整个大厅里一片死疾, 而后几乎全都齐齐站起身来, 见过将军。 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都一脸的虫目之色。 毕竟, 这个人在华夏, 可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金秀荣面色一喜, 赶紧走下高台, 赢了过去。 不知道灵大将今日到来, 真是让我, 金秀荣还没说完, 灵大将已经从她身边走过, 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金秀荣愣住了, 赶紧转身看去, 就见灵大将静止走到了薛安身前, 微微一笑, 薛先生。 看到这一幕, 金秀荣眼前一黑, 整个人一个亮相, 差点摔倒在地。 薛安看着这名军威赫赫的灵大将, 微微一扬眉, 灵大将。 有些人不经为之色变, 薛安居然直呼其名。 灵大将却微微一笑, 然后一拱手, 多谢。 灵大将的这声多谢, 很多人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可他们只知道, 这个在刚刚看来还很普通平凡的男子, 原来真如陈修和所说, 乃是一条真龙。 而后有很多人用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看向金秀荣。 有这样惊人潜烈的孙女婿不要, 还结为仇人。 怪不得献如今的安家, 每况愈下, 第179章早晚有一天, 你们会跪下来求我。 薛安一笑, 知道灵大将是在指自己给他的那柄流光剑。 剑这种东西, 我用不惯, 因为我只相信拳头下才有尊卑。 这句饱含着杀意的话, 让很多人微微色变。 尤其安娼, 更是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两步。 怪不得薛先生能在这等年纪便有如此修为, 这等心境, 就是我也不如。 灵大将感叹道, 这时陈修和笑了笑, 那又如何? 就以薛先生这样的成就, 居然还有人不满意, 非要将其赶出门。 你说可笑不可笑, 陈修和画风直指安家, 安老太太面色铁青, 而安学等人也是一脸的尴尬, 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有安英, 目光闪烁, 而后唯唯一叹, 他早就料到今天的寿宴不会平静, 可他还是没想到, 血安的能量居然会如此惊人。 一个是中都豪门中顶尖的存在陈家, 一个是军中无可置疑的第一人。 两大势力连媚而来, 这简直相当于直接善安老太太的脸啊。 林大将唯唯一争, 哦, 居然还有人如此的目光短浅, 那薛先生, 不如你来我军中如何, 只为随您挑, 思, 林大将开出的这个条件, 让众多人倒抽一口冷气, 只为随便挑, 那要是选葛上校什么的, 岂不是一步登天, 血安一笑, 并没有回答林大将的话, 而是走到了安家众人面前。 安学面色一将, 惊句道, 薛安,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林将军可在这呢? 薛安淡淡道, 本来没想放过你们的, 毕竟你们一个个的都该死, 可现在我忽然改变主意了。 与其杀了, 还不如让你们先活着, 我说过, 总有一天会让你们跪下来求我。 说吧薛安转身对安言一笑, 老婆, 咱们走。 林大将一起跟着, 薛安等人全都离开了这大厅。 只有陈修和走在最后面, 他冲着面色苍白的金秀荣一笑, 安老太太, 说真的, 能将曾经的顶级豪门安家折腾成这样, 你功不可没, 而且我想提醒你一句, 现在不是一百多年前了。 不要觉得你祖上是皇亲国妻, 现在就还是什么前亲格的, 你也不是老佛爷。 说吧, 陈修和冷笑着离开了, 金秀荣被讽刺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毕竟陈修和说得没错, 他娘家祖上便是前亲的一个皇室旁之, 后来改姓维京。 他也一直自豪于这件事, 并且起居坐卧都模仿的那位全清朝野的慈禧。 却安等人走了, 大厅中显得空荡荡的, 池长哥失魂落魄地看着安眼远去的背影, 就觉得心中某个地方破碎了。 他刚刚一直想冲出去质问的, 可等陈修和根林将军一出现, 他就胆怯了。 池家确实不错, 可也惹不起陈家, 惹不起林大将啊。 因此他就只能在远处看着, 看着自己开始时根本瞧不起的这个男人, 和这些顶级大佬平起平坐。 这让池长哥明白, 自己输了, 一败涂地, 哥, 我们走吧。 池未央轻声道, 池长哥失魂落魄地点点头, 不走又能怎样? 这安家现在好似众汉清理一样, 已经再不是以前那个安家了, 池家的人走了, 剩下的其他人互相看了看, 也都纷纷告辞而去。 至此, 安家这次的寿宴, 已隆重开始, 以惨淡收尾。 而且没过一天, 寿宴上所发生的事, 便传遍了整个中兜。 薛安的名字, 也开始出现在众多世家高层的书桌之上。 霍家, 呵呵, 有点意思, 陈修和居然当众将安老妖婆给对的下步来台。 霍家的家主霍天鹿冷笑道, 家主, 这个薛安当日在青芒山杀了霍和明霍少, 要不要, 大管家低声问道。 霍天鹿摆摆手, 这个薛安若是个无权无师的普通高手, 那派人杀了也就杀了, 可现在他和陈家和林大将私交都挺好, 因此就得有所顾忌了。 是, 不过也不能让他就这么逍遥自在了, 找几个杀手组织, 花点钱能解决的事, 何必自己亲自出头呢? 霍天鹿一阵冷笑, 霍天鹿亲自拨通了一个电话, 准备联系几个杀手。 像这些世家豪门, 争斗和暗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都有相熟的杀手经纪人, 或家族可有什么吩咐, 呵呵, 给你打电话能有什么事, 委托你们杀个人, 好啊, 先报名, 电话那头笑嘻嘻地说道, 争议上门, 他自然高兴, 这个人叫薛安, 是,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对面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或天鹿一皱眉, 这些杀手经纪都什么毛病, 算了, 换一位吧, 又拨通了另一位的电话, 杀谁, 薛安, 嘟嘟嘟, 又是一阵盲音, 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只要对方一听是薛安, 无一例外, 全都挂断了电话, 到最后火天鹿也察觉出事情不对劲, 想先在一个杀手经纪挂电话的时候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说薛安, 你们全都挂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苦笑道, 或家主, 因为这个薛安, 我们惹不起, 还有你们杀手惹不起的人, 呵呵, 你知道死在这个薛安手下的杀手都有谁麻, 世界排名第二的指尖杀就有两位SS级杀手死在他手上, 普通杀手更是被一扫而空, 一下子便让纸尖杀元气大伤, 现在连前十都排不进去了, 这都是薛安干的, 或家主, 我奉劝你一句, 这个薛安不是那么好惹的, 他还有很多事, 说出来都能吓死人, 你好自为之吧, 电话挂断, 或天鹿就觉得浑身冰朗, 家主, 怎么了, 要不要我去联系几个人将这个薛安给收拾了, 滚, 或天鹿咬牙切齿地骂道, 以后都不许再提霍和明的事, 他死了就死了吧, 反正不过是个私生子, 我儿子多了去了, 或天鹿自我安慰道, 陈家, 陈如师看着远处那得坐在椅子上跟自己爷爷谈笑风生的薛安, 心中喜悠参半, 魏如烟这时候在他身边淡淡道, 如师, 放弃吧, 薛安和安岩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 根本不是其他人可以撼动的, 陈如师默然片刻, 然后苦笑道, 你不是最不相信爱情吗? 之前确实不信, 不过现在信了, 因为今天, 我亲眼见到了, 魏如烟轻声道, 第180章祖剑火凤, 此刻, 林大将和陈修和两人心中也颇为震惊, 这个薛安虽然话不多, 可每一句都切中要害, 而且见解独到, 令人颇有毛色顿开之感, 不说修为高低, 就凭这份见识, 便足以自傲了, 这时薛安放下茶杯, 看着林大将, 微微一笑, 借用林药来压制伤势, 似乎林将军很不愿意其他人知道你的状态, 这话出口, 陈修和勃然色变, 林大将却微微苦笑, 果然不愧是薛先生, 当真慧眼如炬, 没错, 十年前, 我在和日本的鬼神一刀一东奈月比斗时, 虽然我杀了他, 可也被他的鬼神一刀所伤, 此刀伤我极重, 伤势一直绵延至今, 近年来更是越发严重, 要不是靠着薛先生送给如师的灵药, 估计我都撑不到现在, 林大将所说, 乃是军界最为机密的一件事, 因为林大将可谓军界第一人, 若是他身负重伤的事传出去,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居心叵测的目光, 林大将苦笑着说完, 但薛安的下一句话则震住了他, 薛安淡淡一笑, 怪不得你的境界是长生, 可其实却只是半步长生, 林大将满脸的错愕, 我怎么知道的是吗? 薛安一笑, 慢慢端起茶杯, 低头清磋一口, 就在茶杯挨到唇边的时候, 一股浩然气势陡然自薛安身上散发出来, 而后又转瞬即逝, 消失无踪, 虽然时间极短, 但还是让陈修和跟林大将两人面色大变, 散仙, 确切地说, 还只是半步散仙, 薛安淡淡道, 怎么可能, 刚刚那气势, 就算是散仙也不可能拥有, 陈修和就跟见了鬼一样, 林大将却面色凝重, 看薛安的眼神又多了三分敬重, 没有什么不可能, 散仙与我, 不过土鸡娃狗而已, 薛安说吧, 看向林大将, 你为何要寻找仙人宝剑, 林大将声音低沉道, 当初和伊东奈月比斗时, 他说得明白, 若是他败了, 那么十年之后, 还会有日本的新任鬼神一刀渡海东来, 而今年, 恰恰便是第十个年头, 林大将叹了口气, 我已非当年之我, 现如今的我实力减退, 很可能不是日本新任鬼神一刀的对手, 若是我败了, 那我国声威便会受入, 我不能败, 为此我才想寻找神兵利刃, 林大将满脸坚毅地说道, 薛先生, 可有办法治好林将军身上的伤, 陈修和满脸稀迹地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太晚了, 如果当初他受伤之后即刻闭关休养, 那么还有一线生机, 可他居然硬拼修为, 生生耗了十年, 虽然后其用灵药压制下去, 但那只是权宜之策, 他的灵魂都已经快被烤干了, 由静灯枯, 还如何去救, 陈修和满脸失望之色, 薛安微微一叹,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救, 可需要的那些灵药, 在这个世间根本不可能存在, 灵大将却好像早有预料一样, 倾笑摇头, 生死有命, 我对此并无所感, 只是有件事, 我想求薛先生, 可是, 灵大将面色缩然道, 还有一个多月, 就是当初约定好的日子, 可即便日本到时候不派人来, 我也撑不了太久了, 我若倒下, 我国岂不会被群狼窥伺, 因此我想了很久, 决定重新组建一支部队, 不, 薛安一扬眉, 这支军队专门用来对付武修乃是修仙者, 为的就是保护我国不为外人所欺, 说着, 灵大将站起身来, 冲着薛安一弯腰, 此事, 还望薛先生出手相助, 薛安喝着茶, 看着弯腰不动的灵大将, 神情平静, 陈修和这时候也叹了口气, 拱手言道, 薛先生, 请体谅林将军为国为民之心, 出手相助吧, 薛安突然反问道, 为何是我, 灵大将抬起头来, 目光坚定道, 因为我有一种预感, 薛先生日后的成就, 不可限量, 同时也将是这支心部队的最好教官, 薛安看着灵大将, 过了片刻后点了点头,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不做教官, 也不会在军队任职, 我只是帮你训练他们而已, 好, 灵大将点点头, 重新落座之后, 灵大将显然很开心, 薛先生, 这支部队准备在不死鸟特种部队原有的基础上, 重新征召各部的精锐, 所以想请您给这支部队起一个新名字, 就叫火凤凰吧, 薛安淡淡道, 好名字, 灵大将眼前一亮, 不死鸟欲火重生, 变为火凤凰, 此刻, 在中都郊外一处极为隐秘的营房之中, 一群体型魁梧气势彪悍的军人正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闲谈, 唉, 成头, 你说这次给咱们派来的新教官会是谁? 一个身形有些瘦小枯干的男子问道, 程浩赤裸着上身, 手握单杠正在坐影体向上, 每坐一下, 他后背上的肌肉便如流水一样轻颤, 听到问话后, 程浩神情淡漠道, 不管是谁, 要想做我的教官, 就得掀过我这衣冠, 说吧, 他猛地一松手, 重重落在地面, 砰, 地面似乎都在微微颤抖, 嘿嘿, 那是自然, 成头您本来便是部队的教官, 结果却被将军一指调令调到了这个地方, 说什么重新组建特种部队, 还得加强训练, 真是笑话, 程浩冷漠地看了看这个男子, 周岁, 你的嘴是不是一直这么碎, 周岁明智地闭上了嘴巴, 而在银房的角落中, 一个嘴里叼着牙签, 躺在训练垫子上的男子, 看着程浩的背影, 也不禁唯唯眯起了眼睛, 号称暗夜之虎的程浩都被调来了, 将军到底要训练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 还有这教官, 到底会是何方神圣啊, 要知道能被调到这里来的,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若是资历和本事差的话, 根本正扶不住, 男子正在思量, 有个愣头愣脑的壮汉走了过来, 起来, why? 男子问道, 这垫子俺也看上了, 凭什么你老是躺着, 因为我本事比你大啊, 男子笑着说完, 猛地吐出嘴里的牙签, 一记扫堂腿就将这个壮汉扫倒在地, 与此同时男子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柄小刀, 并载了这名壮汉的咽喉处, 如果是在战场上, 你现在已经死了三遍了, 男子说完, 站起身来, 迈步离开了, 成头, 这个男子就是号称北极湖的孙林, 邹穗轻声说道, 成好看着孙林远去的背影, 目光微微闪烁, 。 感谢观看